万水千山走遍 作者三毛 是啊 许多人都认为这本书是一本游记 毕竟三毛当时写下这本书时 是受报社所托 去旅行 而后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 但事实是 当你真正进入这本书以后 你会发现那一路的异国风景 不过都是背景 真正的主角是三毛 是他对人生的思考 以及对人世的温情 三毛还是个小丫头的时候 就总是行踪不定 不受约束 她是个勇敢的野孩子 二十四岁时 三毛只身一人去了西班牙留学 在那里认识了带给她幸福的何希 那么 他有多爱何希呢 在撒哈拉的故事里 三毛写到他与何希结婚前的一次聊天 何希问他 你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丈夫 三毛回答 看得不顺眼的话 千万富翁也不嫁 看得重义 亿万富翁也嫁 何希继续追问 如果跟我呢 三毛眨眨眨眨眨眨眨回答说 那只要吃得饱的钱就行 何希思索了一下又问 那你吃得多吗 不多不多 以后还可以少吃点 你看 三毛就是这般深爱着何希 所以 当一场猝不及防的意外 将何希从他身边永远夺走时 撕心裂肺的痛苦就让一切变得令人窒息 曾经有多幸福 失去后就有多悲痛 很长的时间里 三毛都在幸福的过往 和破碎的现实中挣扎 他也曾试着走出来 将所有的痛苦和对何希的思念 写在了《梦里花落知多少》这本书里 可是 当一个人陷入沉沦 找不到出口 看不到光 要走出来 哪里有那么容易 或许你无法感同身受 失去挚爱的悲痛 但生活一次次的打击 带来的迷茫 无力 甚至颓丧 你一定有所体会 三毛也是如此 变故来得那么突然 尽管他是万千读者心中最勇敢的人 但他还是丢失了自己 1981年 何希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两年 三毛也已经大变样 曾经的他清澈 热烈 无所顾忌 而现在 他浑身散发着悲伤 变得敏感 脆弱 绝望 但三毛始终是那个勇敢的野孩子 他明白 破碎之后要重建 最最需要的是勇气 没有人能代替你 唯有自己是自己的救世主 所以 当联合报邀请三毛 去中南美洲旅行时 他接受了 既然外面的光照不进来 那就亲手打破眼前的黑 自己主动走到外面的世界里 墨西哥 宏都拉斯 一直到阿根廷 再到敦煌 三毛走遍万水千山 感受了各地的风土人情 在他强大的语言天赋 以及极具魅力的文字中 风景不再是照相机记录下的样子 旅行也不再是吃喝玩乐 他在用心感受 用心写作 让读者跟着他一起认识这个世界 当然 他更是在找寻自己 与曾经那个一蹶不振的三毛告别 这本书里写下的一路的风景 是世界 也是三毛努力重建自己的过程 他坐在马丘碧丘的大石头上写下 众神默默 群山不语 云来了 雨飘过 脚下的沸城在一阵白絮中隐去 没有痕迹 云雨中除了那条河水愤怒的声音 传到高地上来之外 一切看似空芒 宁静而安详 我将自己带入了另一个世界 静坐了好久好久 雨雾过去了 淡淡的阳光破空而出 雨雾过去 阳光终于出来了 而三毛也迈出了第一步 他用自己的改变和经历鼓励我们 当生活陷入迷茫 要决绝一点 唯有勇敢地去打碎 才能重建 大蜥蜴之夜 墨西哥寄行之一 上级 当飞机降落在墨西哥首都的机场时 我的体力已经透支得几乎无法举步 长长的旅程 别人睡觉 我一直在看书 眼看全机的人都慢慢地走了 我还让自己绑在安全带上 窗外的机场灯火通明 是夜间了 助理米夏已经背着他的东西 在通道边等着了 经过他 没有气力说话 点了一点头 然后领先出去了 我的朋友约根在关口里面迎接 向我高举着手臂 我走近他 先把后外套递过去 然后双臂还向他拥抱了一下 他说 欢迎回墨西哥 我说 久等了 谢谢你 这是今年第四次见到他 未免太多了些 米夏随后来了 我做了个介绍的手势 两人同时喊出了彼此的名字 有爱的握握手 他们尚在寒暄 我已先走了 出关没有排队 也没有查行李 并不想做特殊分子 可是约根 又怎么舍得 不使用他的外交特别派司呢 这一点 是太清楚他的为人了 毕竟 认识也有十四年了 他没有改过 旅馆订了没有 我问 呃 先上车再说吧 含含糊糊糊的回答 怎么说 就知道没有什么旅馆 台北两次长途电话 算是白打了 在那辆全新豪华的 深色轿车面前 他抱歉地说 司机下班了 可是管家是全天在的 你来这儿 不会不方便 住你家吗 谁答应的 我改用米夏听不懂的语言 口气便是不太好了 要不然 明天再说好吗 米夏也有他的房间和浴室 你是自由的 再说 我那一区 高级又安静 我不再说什么 跨进了车子 喂 他很真诚啊 你坐什么 一下飞机就给人家脸色看 米夏在后座用中文说 我不理他 望着窗外 这一千七百万人的大城出神 心里不知怎么 重沉沉的 我们这个语文 约跟一边开车一边问 英文好了 说米夏的话 说是那么说 看见旁边停了一辆车 车里的小胡子 微笑着张望我 我仍是忍不住 大喊出了第一句西班牙文 晚安哪 我的朋友 这种另约跟痛恨的行径 偏偏是我最爱做的 他脸上一阵不自在 我的疲倦 却因此一扫而空了 车子停在一条林荫大道边 门房殷勤地上来接车 我们不必自己倒车入库 提着简单的行李 向豪华的黄铜柱子的电梯走去 约跟的公寓 它在墨西哥才安置了半年的家 竟然美丽雅致 高贵地有若一座博物馆 森林野市的盆栽 在古典气氛的大厅里 散发着说不出的宁静与华美 米夏分配道的睡房 本是约根的乐器收藏室 里面从纸卷带的手摇古老钢琴 音乐匣 风琴 到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 各种古古怪怪 可以发声音的东西 都挂在墙上 我被引着往里面走 穿过一道中国相遇大屏风 经过主卧室的门外 一转弯 一个客房藏着 四周全是碧柜 那儿 一张床 床上一大块 什么动物的软毛皮 做成的床罩 静静地等着我 为什么把我安置在这里 我要米夏那间 我将东西一丢 喊了起来 别吵 噓 好吗 约根哀求似的说 心里一阵厌烦涌上来 本想好好对待她的 没有想到 见了面 仍是连礼貌都不周全 也恨死自己了 世上敢向她大喊的 大概也只有我这种 不买账的人 去小客厅休息一下吗 约根问 我脱了靴子 穿着白袜子往外走 在小客厅里 碰到了穿着粉红色制服 为洁白围裙的墨西哥管家 啊 您就是苏珊娜 电话里早已认识了呀 我上去握住她的手 有爱地说着 她相当拘谨 委屈了一下右脚 说 请您吩咐 约根看见我对待管家 不够矜持 显然又是紧张 赶快将苏珊娜 支开了 我坐下来 接了一杯威士忌 米夏突然举杯说 为着艺术而舒适的豪华之家 对于这幢公寓的格调和气派 米夏毫不掩饰他人全然的沉醉 迷惑 欣赏与崇拜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对 公平地说 这房子毕竟是少见的 有风格和脱俗 而米夏的惊叹 却使我在约根的面前 有些气短和不乐 阿平 请你听我一次话 他这样有水准 你 米夏忍不住用中文讲起话来 我假装没有听见 沉默着 正是大梦初醒的人 难道还不明白 什么叫做盖世英雄 难免无常 荣华富贵 犹如春梦吗 古老木雕的大茶几上 放着我的几本书 约根忙着放橄榄树给我们听 这些东西不知他哪里搞来的 也算作是今夜的布景之一吧 不知我最厌看的就是他们 波斯地毯 阿拉伯长刀 中国锦绣 印度佛像 十八世纪的老画 现代雕塑 中古时代的盔甲 西座的竹台 银盘 铜壶 没有一样 不是精心挑选收集 收藏已经不得了了 我说 忠心地叹了口气 还差一样 你猜是什么 他笑看着我 眼光中那份收藏家的贪心 也掩饰不住了 刚刚开始对他微笑的脸 又刷一下变了样子 我叹了口气 坐在地毯上 反手揉着自己的背 右肩酸痛难当 心里一直在对自己说 我试了 试了又试 再没有什么不好交代的 住两日 便搬出去吧 约根走去打电话 听见他又叫朋友们过来 每一次相聚 他总是迫不及待地 拿我显讯给朋友们看 好似一件物品式地展览着 米夏紧张地用中文小声说 喂 他很好 你不要又泄气 再试一次嘛 我走开去 将那条苍苍茫茫的橄榄树 啪一下关掉 只是不语 旅程的第一站 还没有进入情况 难缠的事情 就在墨西哥等着 这样的事 几天内一定要解决掉 同情心用在此地 是没有价值的 门铃响了 来了约根的同胞 他们非常有文化 手中捧着 整整齐齐的十几本书 和打字资料 仔细而又有爱地交给我 全是墨西哥的历史和地理 还有艺术 我们一同谈了快三小时 其实这些上古和玛雅文化 在当年上马德里大学时 早已考过了 并没有完全忘记 为了礼貌 我一直忍耐着听了又听 那些将死的东西啊 他们不将有生命的活人 不谈墨西哥的衣食住行 不说街头巷尾 只有书籍上诉说的史料和文化 而我的距离和他们是那么地遥远 这些东西不是我此行的目的 我是来活一场的 实在对不起 米夏是我的助理 这些书籍请他慢慢看 经过二十多小时的飞行 我想休息了 与大家握握手便走了 米夏正是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的年龄 新的环境与全然不同的人 仍然使他新鲜而兴奋 留下他继续做听众 我无法再支持下去 寂静的午夜 我从黑暗中惊醒 月光直直地 由大玻璃窗外照进来 床对面的书架上 一排排各国元首的签名照片 静静地排列着 每张照片旁边 插着代表元首内国的小旗子 我正正地 与那些伟大人物的照片对峙着 想到自己行李里 带来的那个小相框 心里无由地觉着 没有人能解的苍凉和孤独 墨西哥的第一个夜晚 便是如此张大着眼睛 什么都想 又什么都不想地 度过了 早晨七点钟 我用大毛巾包着湿头发 与约根坐在插着鲜花 阳光普照的餐厅里 苏珊娜开出了 风风复复 而又规规矩矩的早餐 电影似的不真实 不仅太美了 不必等米夏 吃了好上班 我给约根咖啡 又给了他以利维他命 是这样的 此地计程车可以坐 公共汽车对你太挤 一般的水不可以喝 街上包好的水果 绝对不要买 低于消费额 五十美金的餐馆 吃了可能坏肚子 路上不要随便跟男人讲话 低级的地区不要去 照相机藏在皮包里最好 当心人家抢劫 城太大了 我想坐地下车 我说 不行 约根叫了起来 他们强暴女性 就在车厢里 白天 一千七百万人的大城里 报上说的 好 那你说说 我来墨西哥是做什么的 可以去看看博物馆呢 今天早晨 给自己去买双高跟鞋 这星期陪我参加宴会 六张情帖在桌上 有你的名字 我忍住脾气 慢慢涂一块吐丝面包 不说一句伤人的话 那份重视的空芒 又一次细细碎碎地 爬上了心头 约根上班之前 先借了我几千匹索 昨日下机 没来得及去换钱 这种地方 它是周到细心的 推开米下的房间张望 它还睡得像一块木头 没有心事的大孩子 这一路能分担什么 为什么那么不快乐 右肩的剧痛 也是自己不肯放松 而弄出来的吧 苏珊娜手里而本分 她默默地收桌子 微笑着 不问她话 她不主动地说 来 苏珊娜 这里是三千匹索 虽说先生管你伙食费 我们也只在这早餐 可是总是麻烦您 请先拿下了 走的时候 另外再送你 谢谢了 这些事情 总觉得是 风风复复的 先做君子比较好办事 虽说先给 是不礼貌的 可是这世界上 给钱总不是坏事 苏珊娜非常欢喜地收下了 这样大家快乐 那我们怎么办 照她那么讲 这不能做 那又不能做 米夏起床 吃早餐时 我们谈起约 跟口中所说的墨西哥 我笑了 低于五十美金一顿的饭 不能吃 她土包子 我们真听她的 你不听她的话 她很聪明的 米夏天真的说 认识十四年了 也算是个特殊的朋友 有关我半生的决定 她都有过建议 而我 全没照她的去做过 我慢慢地说 结果怎么样 米夏问 结果 相反得好 我笑了起来 昨天晚上 你去睡了 约根说 她想拿假期 跟我们在中美洲 走五个星期 我没敢讲什么 一切决定在你 你说呢 米夏问 我沉吟了一下 叹了口气 唉 我想还是一个人走得好 不避她了 真的 一个人走 我们两人工作 你却说是一个人 我问你 我算谁 不知道 你拍你的照片吧 真的不知道 我离开了餐厅 去浴室吹头发 热热的人造风 一阵又一阵 闷闷地吹过来 米夏 你跟着自然好 如果半途走了 也没有什么不好 毕竟要承担的是自己的前程和心情 又有谁能够真正地分担呢 住在这个华丽的公寓里 已经五天了 白天 米夏与我在博物馆 街上人群里消磨 下午三点以后 约跟下班了 我也回去 她要办了同游是不答应的 那会扫兴 为着台北一份易稿尚未做完 虽然开始了旅程 下午仍是专心地在座带来的功课 半生旅行漂泊 对于新的环境 已经学会了安静地去适应和观察 并不急切于新鲜和灿烂 更不刻意去寻找写作的材料 这对我来说已是自然 对于米夏便是不同了 快闷死了 每天下午你都在看易稿 然后晚上跟约根去应酬 留下我一个人在此地做什么 米夏苦恼地说 不要急躁孩子 旅行才开始呢 先念念西班牙文 不然自己出去玩吗 我慢慢地看稿 头也不抬 我在笼子里 每天下午就在笼子里关着 明天 一稿弄完了 寄出去 就整天出去看新鲜事情了 带你去水道坐花船 坐公车去南部小村落 太阳神庙 月神庙都去跑跑 好吗 你也不只是为了我 你不去写得出东西来吗 米夏活起来了 我笑看着这个名为助理的人 这长长的旅程 他耐得住几天 人生又有多少场华丽在等着 不多的 不多的 即使旅行也大半平凡岁月罢了 米夏 我能交给你什么 如果期待的太多 那就不好了呀 我认真考虑搬出月根的家 到旅馆去住 被他那么紧迫盯人 并不算太难应付 只是自己可能得到的经验 被拘束在这安室的环境里 就未免是个人的损失了 决定搬出去了 可是没有告诉米夏 怕他嘴不紧 月根那一关 只有对不起他 再上一次感情了 才五天 不要急 匆匆忙忙地活着 又看得到 赶得了什么呢 不是为了这一夜 那么前面的日子 都不能引诱我写什么的 让我写下这一场有趣的夜晚 才去说说墨西哥的花船 和街头巷尾的所闻所见吧 不带米夏去参加任何晚上的应酬 并没有使我心里不安 她必须明白自己的职责和身份 过分地宠她 只有使她沿途一无所获 再说 有时候公司分明是有必要的 尤其是国籍不一样的同事 行事为人便与对待自己的同胞 有些出入了 那一夜 苏珊娜做了一天的菜 约根在家请客 要来十几个客人 这些人 大半是住在墨西哥的外交官们 而本地人 是不被邀请的 约根没有柔软而弹性的胸怀 在阶级上 她是可恨而令人瞧不起的迂腐 奇怪的是 那么多年来 她爱的一直是一个 与她性格全然不同的东方女孩子 这件事上 怎么又不矛盾 反而处处以死 为她最大的骄傲呢 再大的宴会 我的打扮 也可能只是一袭白衣 这样的装扮 谁也习惯了 好似没有人觉得 这份朴素是不当的行为 我自己 心思早已不在这些事上 争长短 倒也自然了 当我在那个夜晚走进客厅时 已有四五位客人 站着坐着喝酒了 他们不算陌生 几个晚上的酒会碰来碰去 也不过是这几张面孔罢了 南客中 只有米夏穿着一件淡蓝的衬衫 在那群深色西装的中年人里面 她显得那么的天真 迷茫 兴奋 而又紧张 我冷眼看着这个大孩子 心里不知怎的 有些抱歉 好似欺负了人一样 虽然她自己满喜欢 这场宴会的样子 我还是有些可怜她 人来得很多 当沙宾娜走进来时 谈话还是突然停顿了一会儿 这个女人在五天内已见过三次了 她的身旁是那个斯文凝重 给我印象极好的丈夫 文化餐饰 她自己一身银灰的打扮 孔雀式地张开了全部的光滑 内聚力极强的人 只是我怕看这个中年女人喝酒 每一次的宴会 酒后的沙宾娜总是疯狂 今夜 她的猎物 又会是谁呢 我们文雅地吃东西 喝酒 谈话 听音乐 讲笑话 说说各国见闻 不能深入 因为没有交情 为了对米夏的礼貌 大家尽可能用英文了 这种聚会实在是无聊而枯燥的 一般时候的我 在一小时后一定离去 往往约根先送我回家 她再转回去 然后午夜几时回来 便不知道了 我走了以后 那种宴会如何收场 也没有问过 那日因为是在约根自己家中 我无法离去 其中一个我喜欢的朋友 突然讲了一个吸血鬼在纽约吸不到人血的电影 那个城里的人没有血 鬼太饿了 只好去吃了一个汉堡 这时我又稍稍高兴了一点 觉得这种谈话还算活泼 也忍受了下去 莎比娜远远地埋在一组椅垫里 她的头半枕在别人先生的肩上 那位先生的太太听命在吃东西 一小群人在争辩政治 我在小客厅里讲话 约根坐在我对面 神情严肃地对着我 好似要将我吃掉一样的 又恨又爱地凝视着 夜浓了 酒更烈了 室内烟雾一片 男女的笑声暧昧而释放了 万一脱去了 音乐更响了 而我 疲倦无聊地只想去睡觉 那边莎比娜突然高叫起来 喝得差不多了 我恨我的孩子 他们拿走了我的享受 我的青春 我的自由 还有我的身材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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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边的那位男士 刷一抽身 站起来走开了 来嘛 来嘛 谁跟我来跳舞 他大嚷着 张开了双臂 站在大厅里 嘴唇半张着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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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迷蒙蒙 说不出是什么欲望 那么强烈地狂奔而出 哎 我突然觉得 他是一只饥饿的兽 在这墨西哥神秘的夜里 开始行列了 我心里喜欢的几对夫妇 在这档口很快而有礼地告辞了 分手时 大家倾家道晚安 讲吸血鬼故事给我听的那个小胡子 悄悄拍拍我的脸 说 好孩子 快乐些啊 不过是一场宴会罢了 送走了客人 我走回客厅去 在那个阴暗的大盆锦旁 莎比娜的双臂 紧紧缠住了一个浅蓝衬衫的身影 他们背着人群 没有声息 我慢慢经过他们 坐下来 拿起一支烟 正要着火 莎比娜的先生 啪一下给我凑过来点上了 我们在火光中 交换了一个眼神 没有说一句话 灯光扭暗了 音乐停止了 没有人再去顾它 叔妹妹头发 看似小女孩般的另一个女人 抱住约根的头 半哭半笑地说 我的婚姻空虚 我失去了自己 好人 你安慰我吗 那边又有喃喃的声音 在对男人说 什么叫快乐 你说 你说 什么叫快乐 客厅的人突然少了 卧室的门 一间一间关上了 阳台不能去 什么人在那儿纠缠拥抱 阴影里 花丛下 什么事情在进行 什么欲望在奔流 我们剩下三个人 坐在沙发上 一个可亲的博士 她的太太跟别人消失了 沙宾纳的先生 神情冷静地在抽烟斗 另外 还有我 我们谈着墨西哥印第安人部落的文化和习俗 紧张而吃力 四周正在发生的情况 无法使任何人集中心神 而我的表情 大概也是悲伤而疲倦了 我再抽了一支烟 沙宾纳的先生 又来给我点火 轻轻说了一句 抽太多了 我不再费力地 去掩饰对于这个夜晚的厌恶 夸一下靠在椅垫上 什么也不理 也不说了 要不要 我去找米夏 这位先生问我 她的太太 加给她的苦痛 竟没有使她流露出一丝难堪 反而想到身边的我 而我对米夏 又有什么责任呢 不 不许 拜托你 我拉住她的衣袖 在这儿 人人是自由的 选择自己的生命和道路吧 米夏 你也不例外 沙宾纳跌跌撞撞地走进来 撞了一下大摇椅 又扑到一颗大盆井上去 她的衣冠不整 头发半披在脸上 鞋子不见了 眼睛闭着 米夏 没有跟着出现 我们都不说话 大家窒息了 似的熬着 其实 这种气氛 仍是邪气而美丽的 它像是一只大爬虫 墨西哥特有的大蜥蜴 朵朵地向我们吹吐着 腥浓地喘息 过了不知多久 博士的太太 疯疯癫癫地 从乐器室里 吹吹打打地走出来 她不懂音乐 惊人的噪音 冲裂了 已经凝固的夜 一场宴会 终是如此结束了 唉 这样豪华而狂乱的 迷人之夜 是波兰斯基导演的 一场电影吧 那只想象中的大蜥蜴 在月光下 仍然张大着四肢 半眯着眼睛 重重地压在 公寓的平台上 满意地 将我们吞噬下去 还有两个客人 醉倒在洗手间里 约根铺在他卧室的地毯上睡了 我小心地 绕过这些身体 给自己刷了牙 洗了脸 然后将全公寓的大落地窗 都给他们打开来吹风 拿了头发刷子 一间间去找米夏 米夏坐在书房的一块瘦皮上 手里在玩照相机 无意识地按块门 咔嚓一下 咔嚓又一下 脸上空空茫茫的 我一面刷头发 一面喊了一声 徒儿 没做什么 真的 米夏淡淡地说 这没什么要紧 小事情 我说 可是我没有做 他叫了起来 我叹了口气 如果今夜 我不在呢 米夏不想 不答话 沙比娜 可怜 他说 不可怜 阿平 你无情 我慢慢地梳头发 没有解释 今夜受够了 米夏喘了一口大气 我笑了 有挣扎 米夏没有笑 正正地点了点头 没有见识的孩子 要是真的事情来时 你又怎么办 我站起来走开了 阿平 明早搬出去 旅馆已经打电话订了 这一种墨西哥生涯 到此为止了 好吗 我说 1981年 11月15日 在墨西哥 街头巷尾 墨西哥记性之二 这一趟旅行 虽说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 全然是未知 可是 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仍然算是 有备而来的 我的习惯是先看资料 再来体验印证个人的旅行 这一回有关中南美的书籍 一共带了四册 要找一家便宜 而位置适中的旅馆 也并不是难事 书上统统都列出来了 来到墨西哥首都第六天 一份报纸看出了我的照片 与写作无关的事情 那么大的照片 看出来的当日 也是我 在输回麻花辫子 穿上牛仔裤 留下条子 告别生活方式 极端不同的朋友家 悄悄搬进一家 中级旅馆去的时候了 旅馆就在市中心 林荫大道上 老式的西班牙殖民式建筑 白墙黑窗 朴素而不豪华 清洁实惠 收费一时分合理 每一个只有充裕的房间 是七百批锁 大约适合 二十七元美金一日 不包括早餐 书上列出来的 还有十元美金一日的 小旅馆 看看市区地图 那些地段 离城中心太远 治安也不可能太好 便也不再去节省了 朱里米夏在语言上 不能办事与生活 这一点 在在地督促他 加紧西班牙文 鼓励他独自上街活动 不可以完全依靠我了 墨西哥城是一个方圆 两百多平方公里 坐落在海拔 两千两百四十公尺高地的 一个大城市 出来的时候 可能是高度的不能习惯 我右耳剧痛 鼻腔流血 非常容易疲倦 这种现象 在一周以后 便慢慢好转了 有生以来 没有在一个 一千七百万人的 大城市内住过 每天夜晚 躺在黑暗里 总听见警车或救护车 激昂而快速地哀鸣 划破寂静的长夜 这种不间断的声音 带给人 只有一个大都会才有的 巨大的压迫感 正是我所喜欢的 这一张张美丽的脸 除了第一日 搬去旅社时 坐的是继承车之外 所用的交通工具 起初还是公共汽车 后来 试了四通八达的地下车之后 便再也舍不得放弃了 大部分我所见的墨西哥人 便如上帝捏出来的粗泥娃娃 没有用刀子再细雕 也没有上诱 坐好了 只等太阳晒干 便放到世上来了 当然 那是地下车中 最最平民的样子 这儿的人类学博物馆中 有些故事 述说 古时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 他们喜欢将小孩子的前额和后脑 夹起好几年 然后放开 那些小孩子的头变成扁平的 脸孔当然也显得宽大些 在他们的审美眼光中 那便是美丽 而今的墨西哥人 仍然有着那样的脸谱 扁脸 浓眉 大眼 宽鼻 厚唇 不算太清洁 衣着鲜艳如彩虹 表情 默然而本分 而他们身体中 除了墨西哥本地的血液之外 当然掺杂了 西班牙人的成分 可是看上去 他们仍是不近欧洲 而更近印第安人的 常常在地下车中挤着去某个地方 只因时间充分 也因舍不得那一张张 已到了艺术极致的脸谱 情愿坐过了站 再回头 人 有时候是残酷的 在地下车中 看见的大半是贫穷的人 而我 却叫这种不同的 亦不算太文明装扮的 男女老幼 为艺术的美 想起来 是多么大的讽刺 墨西哥城内 每天大约有五百到两千个乡下人 涌进这个大都市 来找生活 失业的人 茫茫然地坐在公园和街头 他们的表情 在一个旁观者看来 张张深刻 而这些 对于饥饿的肚子 又有什么关联 虽说对于参观大教堂和博物馆 已经非常腻了 可是据说 墨西哥的国家人类学博物馆 仍然可能是世界上 最周全的一座 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知 还是勉强去了 第一次去 是跟着馆内西渔导游的 他不给人时间看 只强迫人在馆内快速地走 流水仗似的将人类历史 尤其墨西哥部分 泼了一大厂 进去时 还算清楚 出来时满头雾水 结果 又去了第二次 在里面整整一日 虽说墨西哥不是第一流的国家 可是看过了他们那样大气势的博物馆 心中对他依然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尊敬 要说墨西哥的日神庙月神庙的年代 不过是两千多年以前 他们的玛雅文化固然辉煌 可是比较起中国来 便不觉得太古老了 只因那个博物馆 陈列得太好 介绍得详尽 分类细腻 便是一张壁画吧 也是丰富 馆内的说明 一律西班牙文 不放其他的文字 这当然是事先设想后才做的决定 我仍是不懂 因为参观的大部分是外国人 古代的神奇在墨西哥是很多的 可说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多神民族 日神月神 风神雨神之外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神 也可能是地理环境和天灾繁生 当时的人自然接受了万物有灵的观念 事实上 此种信仰是因为对大自然的敬畏而产生的 其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两个神 玉米神和自杀神 玉米是我爱吃的食物之一 可说是最爱的 有这么一位神 当然非常亲近他 当我第一次听见 导游用棒子点着一张壁画 一个个神数过去 其中他划过一个小名字 自杀神时 仍是大吃了一惊 我跟着导游小跑 一直请问他 古时的自杀神到底思什么职位 是给人特许去自杀 还是接纳自杀的人 还是叫人去自杀 导游也答不出来 只笑着回了我一句 你好像对自杀蛮感兴趣的 怎么不问问那些影响力更深 更有神话意义的大神呢 后来第二次 我自己慢慢地又去看了一次博物馆 专门研究自杀神 发觉他自己在图画里 就是掉在一棵树上 世上无论哪一种宗教都不允许人自杀 只有在墨西哥发现了这么一个书上都不提起的小神 我倒觉得这种宗教给了人类最大的尊重和意志自由 居然还创出一个如此的神 是非常有趣而别具意义的 墨西哥大神每一个时刻的脸 看吃了都像魔鬼 这么说实在很对不起诸神 可是他们给人的感应是邪气而又强大的 没有祥和永恒的安宁及盼望 他们是惩罚人的灵 而不是慈祥的神 说实在 看了心中并不太舒服 对于他们只有惧怕 是否当时的人类在这片土地上 挣扎得太艰苦 才产生了如此粗暴面孔的神奇和神话呢 金字塔 当然 我们不可避免地去了西班牙文中 仍叫它金字塔的日神庙及月神庙 据考证 那是公元前两百年到公元九百年时 陶特克斯人时期的文明 在今天 留下了人类在美洲壮观的废墟和历史 那是一座古城 所谓的日神月神庙 是后人给他们加上去的名称 外在的形式像极了埃及的金字塔 只是没有里面的通道 亦没有帝王的陵墓 为了这些不同年代的人类文明和古代城市的建筑 我看了几个夜晚的资料 预备在畏惧之前 对他们做一个深切的纸面上的了解 然后 米夏与我在转车又转车之后 到了那个叫做阿纳乌阿克之谷的 李奥蒂乌冈诺的金字塔 烈日下的所谓金字塔 已被小贩 游览车 大声播放的流行音乐 和大呼小叫的各国游客 完全污染光了 日神庙六十四公尺高的石阶上 有若电影院散场般的人群 并肩在登高 手中提着他们的小型录音机 放着美国音乐 我没有去爬 只是远远地坐着观望 米夏的红衬衫 在高高时接的人群里依旧鲜明 那日的参观 没有什么心得 好似游客涌去的地方 在全世界 都是差不多的样子 当米夏努力在登日神庙顶时 我借了一辆小贩的脚踏车 向着古代不知为何称为死亡大道的宽大街道的废墟上 慢慢地崎岛 本想在夜间再去一趟神庙废墟的 中阴交通的问题 结果没有再回去 我还是不羞耻地觉得 城镇内的人脸比神庙更隐忍 至于玛雅文化和废墟 计划中是留到洪杜拉斯的戈旁 才去看一看了 吃妈布 第一次在街头看见路边的小摊子上 在烘手掌大的玉米饼时 我非常喜欢 知道那是墨西哥人的主食 塔哥 急于尝尝他们 卖东西的妇人在我张开的掌心中 啪一下给了一张饼 然后在饼上放了些 什么东西混着的一摊馅 我将它们半卷起来 吃掉了 有酱汁滴滴答答地 从手腕边留下来 塔哥的种类很多 外面那个饼等于是一张小型的春卷皮 淡土黄色的 它们永远不变 里面的馅儿放在一只只大锅里 煮来煮去 有的是肉 有的是香肠 有的看不清楚 有的猜不出来 要换口味 变换里面的东西 在城内 除非是游客区 那儿可以吃中国菜 意大利面食 还有丹麦甜点 蛋饼之外 也可以吃塔哥 可是当我们坐车 离城去小村落实 除了塔哥之外 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可吃 在城外几百里的小镇上 当我吃了今生第几十个塔哥之后 那个味道和形式 实在已像是一块抹布 土黄色的抹布 抹过了残余食物的饭桌 然后半卷起来 堂堂水水地用手抓着 将它们吞下去 一个塔哥 大约合几角到一元五美金 看地区和内容 当然 吃一个胃口是倒了 而肚子是不可能饱的 这已是不错了 比较起城内高级饭店的食物 大约是十倍到十五倍价格的差距 虽然我们的经费充足 仍是坚持入境问俗 一路塔哥到底 这对助手米夏便是叫苦连天 美吃必嚷 又是一块小麻布 在墨西哥的最后仪式 我怕米夏太泄气 同意一起去吃一顿中国饭 不肯去豪华的中国饭店 挑了一家冷清街角的 先点了两只春卷 结果上来的那个所谓春天的卷子的东西 竟然怎么看怎么咬 都只是两只炸过了的塔哥 吃在一般的墨西哥 是贫乏而没有文化的 它的好处是不必筷子和刀叉 用手便可解决一顿生计 倒也方便简单 至于卫不卫生 就不能多去想它了 货物大同 在城内的游客区里 看见美丽而价格并不便宜的 墨西哥人的大厂 那种西班牙文叫做 蹦球的衣物 事实上 它们只是一块厚料子 中间开一个洞 套进井子里 便是郁寒的好东西了 我过去有过两三个蹦球 都因朋友喜欢而送掉了 这一次虽然看见了市场上有极美丽的 总因在游客出没的地区 不甘心付高价去买它 夏决心坐长途车去城外的一个小镇 在理由上对米夏说的是 请她下乡去拍照 事实上 我有自己的秘密 此行的目的对我 根本是去乡下找漂亮便宜 而又绝对乡土的蹦球来穿 坐公路车 颠几百里去买衣服 也只有最笨的人 而且是女人会做的事情 不巧 我就有这份决心和明白 到了一个地图上也快找不到的城镇 看到了又是所谓景色如画的贫穷和脏乱 我转来转去找市场 资料书上所说的当地人的市集 找到了怪大的一个广场 他们在卖什么 在卖热水瓶 镜子 假皮的皮夹 糖瓷的锅 碗 盆 碑 完全尼龙的衣服 塑胶拖鞋 原子笔 口红 支架油 耳环 手镯 项链 我到处问人家 你们不卖蹦球 怎么不卖蹦球 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 举起他们手中彩色的尼龙衣服 向我叫喊 这个时髦 这个漂亮 怎么 不要吗 水上花园 那是过去的一大片沼泽 而今部分已成了城镇 另外一小部分弯弯曲曲的水道仍然保存着 成了水上的花园 本来也是要自己去划船的 星期天的旧货市场出来后 计划去搭长途公车 我的朋友约根 算准我必然会在星期日早晨的市集里 与当地人私混 他去了 也果然找到了我与米夏 于是 我们没有转来转去在公车上颠 坐了一辆大轿车 不太开心地去旅行一场游客必坐的节目 一条条彩色缤纷的木船内 放着一排排椅子 比碧潭的大船又要大了些 墨西哥人真是太阳的儿女 他们用色的浓艳 连水中的倒影都要凝固了 参考书上说 是25块美金租一条船 划完两小时的水道 船家看见是大轿车来的外国人 偏说是50美金 我因不肯接受约根的任何招待 坚持报社付钱 就因如此 自己跑去和人争价格 已经降到40块美金了 当然可以再减 奖价也是一种艺术 可惜我高尚的朋友十分窘迫 不愿再磨 浪费了报社的钱 上了一条花船 三个人坐在船中 木头似的沉默无聊 我忍不住跑去船尾 跟船家说话 这一搭上交情 他手中撑的那只好长的膏 跑到我手上来了 我用尽了气力撑长膏 花船在窄窄的水道里 跟别的船乱撞 这时我的心情也好转了 一路认真撑下去 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水道 只因也有音乐船 卖鲜花 毯子和食物的小船 一路挤着 他也活泼起来 虽是游客的节目 只因船高在自己的手中 身份转变成了船家 那种生涯之感 便是很不同了 那一天 我的朋友约根 没有法子吃他昂贵的餐馆 被迫用手抓着碎肉和生菜 往玉米饼里 卷着坐塔鸽吃 买了一大堆船边的小食 当然船夫也是请了一同分食的 水上花园的节目 一直到我们回码头 我将粗绳索丢上岸 给船在铁环上 扎好一个漂亮俐落的水手节 才叫结束 自己动手参与的事情 即便是处理一条小船吧 也是快乐得很的 奇怪的是 同去的两位男士 连事称的兴趣都没有 你们求什么 又是一个星期天 也是墨西哥的最后一日了 我跟米夏说 今天是主日 我要去教堂 到了墨西哥 不去爪达路配大教堂 是很可惜的事情 据说1531年的时候 圣母在那个地方显现三次 而今她已是一个 一共建有 星旧七座天主教堂的地方了 爪达路配的圣母 是天主教友必然知道的一位 我因心中挂念着所爱的亲友 很喜欢去那儿 静坐祷告一会儿 求神保佑我离远了的家人平安 我们坐地下车 往城东北的方向去 出了车站 便跟着人群走了 汹汹滔滔的人群啊 全都走向圣母 新建大教堂 是一座现代的巨大建筑 里面因为太宽 神父用扩音机在做弥撒 外面的广场 又是大的如同可以踢足球 广场外 一群男人带着长羽毛光着上身 在跳他们古代祭大神的舞蹈 鼓声重沉沉地 混着天主教扩音机的念经声 十分奇异的一种文化的交杂 外籍游客没有了 本地籍的人不只是城内的 坐着不同形状的大巴士 也来此地祈求他们的天主 在广场 挤几个教堂内走了一圈 只因周遭太吵太闹 静不下心坐下来祷告 那场 祭什么玉米神的舞蹈 鼓得人心神不宁 而人群 花花绿绿的人群 挤满了每一个角落 我走进 神父用扩音机在讲话的 新教堂里去 看见一对乡下夫妇 两人的身边 放着一个土土的网栏 想必是远路来的 因为栏内卷着衣服 这两个人 木像一般地 跪在几乎已经挤不进门的 教堂外面 背着我 面向着里面的圣母 直直地 安静地跪着 动也不动 十几分钟过去了 我绕了一大圈又回来 他们的姿势 一如当初 米夏偷偷上去 拍着两人的背影 我看得突然眼泪凝眶 那座丈夫的手 一直搭在 他太太的肩上 座太太的那个 另一只手 绕着先生的腰 两个人 在圣母面前 亦是永恒的父亲 一低头 擦掉了眼泪 但愿圣母 你还我失去的那一半 叫我们终生 跪在你的面前 直到化成一双石像 也是幸福的吧 我独自走开去了 想去广场透透气 走不离人群 而眼睛一再地模糊起来 那边石阶上 在许多行路的人里面 一个中年男人 用膝盖爬行着 慢慢移过来 他的两只手 高拉着裤管 每爬几步 脸上抽筋式地扭动着 我再低头去看他 他的膝盖 哪里有一片 完整的皮肤啊 那儿是两只血球 他自己爬破的 一滩生肉 牛肉碎饼式的两团 虽然明知 这是祈求圣母的 一种方式 我还是吓了一大跳 耿住了 想跑开去 可是完全不能动弹 只是定定地 看着那个男人 在那男人身后 十几步的地方 爬着看上去 是他的家人 全家人的膝盖 都已磨烂了 一个白发的老娘 在爬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 青年人在爬 十几岁的妹妹 在爬 一个更小的妹妹 已经忍痛不堪了 掉在哥哥的手臂里 可是 她不站起来 这一家人里面 显然少了一个人 少了那个男人的妻子 老婆婆的女儿 一群孩子的母亲 她在哪里 是不是躺在医院里 奄奄一心 是不是正在死去 而她的家人 在没有另一条路 可以救她的时候 用这种方法 来祈求上天的奇迹 看着这一个小队伍 看着这一群衣衫褂褛 向圣母爬去的可怜人 看着他们的血迹 粘过的石头广场 我的眼泪蹦了出来 终于跑了几步 用袖子压住了眼睛 我受到了极大的惊骇 坐在一个石阶上 梗不成声 那些人扭曲的脸 血肉模糊的膝盖 受苦的心灵 祈求的方式 在在地使我愤怒 愚蠢的人啊 你们在求什么 苍天哪 圣母玛丽啊 下来啊 看看这些可怜的人吧 他们在向你献活祭 向你要求一个奇迹 而这奇迹 对于肉作的心 并不过分 可是你 你在哪里 圣母啊 你看见了什么 黄昏了 教堂的大钟 一起大声地敲打起来 广场上 那一小佐人 还在慢慢地爬着 我 仰望着彩霞满天的苍穹 而苍天 不语 这是1981年的墨西哥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轻鸟不到的地方 洪都拉斯迹行 由墨西哥 飞到洪都拉斯的航程 不过短短两小时 我们已在 红国首都 德谷西加尔巴的机场 降落了 下飞机便看见 前枪的军人 虽说不是生平第一次经验 可是仍然改不掉 害怕制服的毛病 对我 制服象征一种 隐藏的权利 是个人所无能为力的 排队查验护照时 一个军人 与我默默地对峙着 凝神地瞪着彼此 结果 我先笑了 他这也笑了起来 躲上来谈了几句话 心情便放松了 那是一个寂寞的海关 熙熙落落的旅客 等着检查 碰到一个美国人 是由此去边境 为萨尔瓦多 涌进来的难民 去工作的 当这人问起 我此行的目的时 我说只是来做一次旅行 写些所闻所见而已 在这样的人面前 总觉得自己活得有些自私 我们是被锁在一扇玻璃门内的 查完一个 守门的军人查过宴棺条 就开门放人 当米夏与我被放出来时 蜂拥上来讨生意的人包围了我们 有的要换美金 有的来抢箱子提 有的叫我们上计程车 更有人抱住脚要擦鞋 生活的艰难与挣扎 出入红国的国门 便看了个清楚 我请米夏与行李在一起坐着 自己跑去换钱 同时找旅客服务中心 请他们替我打电话 给一家已在书上参考到的旅馆 宏都拉斯的首府 只有四五家世界连锁性的大旅馆 那儿设备自然豪华而周全 可是本地人的客栈 也是可以住的 当然如果付的价格 只是十元美金一个房间的话 也不能期待有私人浴室和热水了 此地的钱币叫做连比拉 这本是过去一个印第安人的大酋长 十六世纪时 在一场赴西班牙人的河潭中被杀 而今他的名字 天天被宏都拉斯人提起无数次 成了钱币 两个连比拉是一块美金 计程车向我要了十二个连比拉 由机场进程 我去找小巴士 可是那种车长掉在门外的巴士 只能坐十二个人 已经客满了 于是我又回去 跟计程车司机讲假 讲到六个大酋长 我们便上车了 公元1503年 当哥伦布在宏都拉斯北部海岸登陆时 发现那儿水深 因此给这片土地叫做宏都拉斯 在西班牙语中便是深的意思 我并不喜欢用落后或者先进这些字句 来形容每一个不同的国家 毕竟各样的民族 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 和先天不平等的立国条件 虽然那么说 一路坐车 六公里的行程 所见的宏都拉斯 仍是寂寞而哀愁的 便是这座在印第安语中 称为盈利的三十万人的首都 看上去也是贫穷 这是中美洲第二大面积的国家 十一万两千八十八平方公里的土地 百分之四十五被群山所吞噬 人口一直到如今还只三百万左右 宏都拉斯出产蔗糖 咖啡 香蕉 棉花 和一点金矿 锡矿 据说牛肉也开始出口了 我到了旅馆 除了一张床之外 完全没有其他的家具 走道上放着一张方桌子 我将它搬了进房 作为日后写次的地方 米夏说他床上有跳蚤 我去看了一看 毯子的确不够清洁 可是没有看见什么虫 打扮是他心理作用 当然旅馆初看上去 是有些害人 街上的餐馆昂贵得不合理 想到此地国民收入的比率 这样的价格又怎么生活下去 走在路上 沿途都是讨钱的人 出来洪多拉斯的第一夜 喝了浴室中的自来水 大概吃下了大肠菌 这便昏天黑地地吐泻起来 等到能够在下床走路 已是两天之后了 在旅社内病得死去活来时 米夏向玛雅商店的中国同胞 去淘了热水 如果不是那壶热水和人参茶救命 大概还得躺两天才站得起来 三十万人的首都 没有什么特别可看的东西 十六世纪初夜 它本是一个矿区小镇 到了现在 西班牙殖民式的教堂和建筑 仍是存在的 有些街道也仍是石块砌成的 城内好几家中国饭馆和杂货店 看见自己的同胞 无孔不入地在世界各地找生活 即便在宏都拉斯这样 贫穷而幽暗的地方 也住了下来 心中总是一阵又一阵 说不出的黯然 这儿纯血的印第安人 玛雅的后裔 可说找不到 百分之九十是混血 棕色皮肤的人 只有少数北部海岸来的黑人 在城内和谐地生活着 虽说整个的山城是杂乱 而没有秩序的 可是一般的建筑在灰尘下细看 仍是美丽 窄窄的石器老街 起得红黄蓝绿 有若儿童涂画的房子 怎么看仍有它艺术的美 生活在城市中 却又总觉得它是悲伤而气闷的 也许是一切防射的颜色 太浓而街道太脏 总使人喘不过气来 似的不舒服 那和大都市中的灯火辉煌 又是两回事了 洪杜拉斯首都的夜 是浓得划不开的一个梦境 梦里悠悠暗暗 走不出花花绿绿 却又不鲜明地窄向 伸手向人讨讨前 苦孩子的脸和脚步 挨挨不放 这儿一种漆程 纯白色加红杠的大巴士 满街地跑着 街上不同颜色和形式的公车 传流不息地在载人 他们的交通 出人意料地方便快捷 特别喜欢那种最美的大巴士 只因他取了一个 童话故事中的名字 青鸟 青鸟在这多少年来 已成立一种幸福的象征 那遥不可及 而人人向往的梦啊 却在洪杜拉斯的街道上穿梭 我坐在城内广场 一条木椅上看地图 那个夜晚 有选举的车辆 插着代表他们党派的旗子 大声播放着音乐 来来回回地跑 有小摊贩 巴巴地期待着顾客 有流落街头的人 在我脚旁沉睡 有讨钱的老女人 在街角叫唤 更有一群群 看来没有生意的擦鞋筒 一路追着人 想再赚几个铜板 当然 对面那座大教堂的石阶上 偶尔有些衣着整齐的幸福家庭 正望了米萨走出来 就在这样一个看似失落园的大图画里 那一辆辆叫做青鸟的公车 慢慢地驶过 而幸福 总是在开着 在流过去 广场上的云云众生 包括我 是上不了这街车 不 你要去的是青鸟不到的地方 长途总车站的人 缓缓地回答我 计划在洪都拉斯境内 跑一千四百公里 工具 当然是他们的长途汽车 其实也知道 青鸟是不会跑那儿的 因为要去的小城和村落 除了当地的居民之外 已经没有人注意他们了 那是各马一阿爪城中 唯一的客栈 四合院的房子里面 一个天井 里面种着花 养着鸡 晒着老板一家人的衣服 小孩在走廊上追逐 女人在扫地煮饭 四个男人戴着他们 两边向上卷的帽子 围着打纸牌 而我静静地坐在大杂院中 看一本中文书 因为长颜方育 第一日只走了不到一百公里 便停住了 平房天花板的木块 已经烂了 小粉虫在房间里 不断地落下来 床上没有毯子 白床单上一片的虫 挡也挡不住 我的床不能睡 米夏走出房间来说 可以 晚上睡在床单下面 我头也没抬地回了一句 天气仍是怪凉的 这家小客栈坚持没有毯子 收费却是每个房间 二十个连笔拉 还是落虫如雨的地方 只因他们是这城内 唯一的一家 也只有将就了 问问旅社里的人 第二天计划要去的山谷 一个七八小时车程距离 叫做马加拉的印第安人村落 好似没有人知道 他们一直在收听足球赛的转播 舍不得讲话 小城本是宏多拉斯的旧都 只因当年 目前的京城 德古西加尔巴 发现了银矿 人们才往那儿迁移了 一条长长的大街 几十家小店铺 一座少不了的西班牙大教堂 凌凌凌落落的几家饭店 就是城内唯一的风景了 当然 为了应应景 一小间房间 陈列着玛雅文物 叫做博物馆 小城一家杂货店的后院 给我们找到了 极阴暗的一个食堂 没有选菜的 老妇给了煮烂的红豆 两块硬硬的肉 外加一杯当地土产的黑咖啡 便收六块连比拉 那和三块美金 同吃的还有一位警察 也付一样价格 虽然报社给的经费足足有余 可是无论是客栈和食堂 以那样的水准来说 仍是太贵了 照相胶卷在这儿贵得令人气馁 米夏只剩一卷墨西哥带过来的 而我们有三家照相机 黄昏时 我们在小城内慢慢逛着 没事做时 看见大教堂里走出一个 拿着大串钥匙的老年人 我快步向他跑过去 来吧米夏 开心点 我们上塔顶去 我大喊起来 老人引着我们爬钟楼 六个大同钟 是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时代 送过来的礼物 到如今 他仍是小城的灵魂 那个老人一生的工作 便是在守望钟楼里度过了 我由塔边小窗跨出去 上了大教堂高高的屋顶 在上面来来回回地奔跑 半生以来 大教堂不知进了多少座 在他屋顶上跑着 却是第一次 不知这是不是冒犯了天主 可是我猜 如果他看见我 因此那样的快乐 是不会舍得生气的 毕竟小城内可做的事情 也实在不多 做小型巴士旅行 初开始时 却是新鲜而有趣的事情 十七八岁的男孩 算作车掌掉在门外 公路上若是有人招手 车上没有停稳 他就跳了下去 理所当然地 帮忙乘客搬货物和行李 态度是那样的热心而自然 拼命找空隙来舔人和货 车内的人挤成沙丁鱼 货里面当然另有活着的东西 瘦瘦的猪 两只花金 因为不舒服的缘故 那只猪沿途一直嚎叫 一对路边的夫妇 带了一台炉子也在等车 当然炉子也挤进来了 夫妇两人那么幸福地靠在炉子边 那是天下唯一的珍贵了 泥沙飞扬的路上 一个女人拿着小包袱 在一座泥巴和木片湖成的小屋前下车 里面飞奔出来几个衣衫褴的孩子 做母亲的迫不及待地 将手中几片薄饼干散了出去 那幅名画 看了叫人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这儿是轻鸟不到的地方 人们从没有听过它的名字 便也没有梦了 米夏与我一个村一个镇地走 太贫苦的地方 小泥房间里千篇一律 只有一张吊床 窗是一个空洞框框 没有木板 更没有玻璃窗挡缝 女人和一堆孩子 还有壮年的男人 呆呆地坐在门口看车果 神色茫然 他们的屋旁大半是坡地 长着一棵橘子树 一些玉米感 不然什么也不长得小泥屋 也那么吐气又本分地站着 不抱怨什么 看见下雨了 我一直担心 那些泥巴做成的土房子 要充化掉 一路正正地想雨停 宏都拉斯的确是景色如画 松林 河流 大山 深蓝的天空 成群的绿草牛羊 再再是一幅幅大气魄的风景 只是我的心 忘不了沿途那些贫苦居民的 脸孔和眼神 无法在他们善良害羞 而无助的微笑里释放出来 一路上 一路上我意识正正 旅行了十天之后 方抵达宏都拉斯与威迪玛拉的边境 玛雅人著名的戈旁废墟 变在丛林里了 这一路如果由首都直着转车来 是不必那么多时间的 只因每一个村落都有停留 日子才在山区里不知不觉地流去了 有生以来第一死 全身被跳蚤咬得尽是红斑 头发里也在狂痒 那么荒凉的村落 能找到地方过夜 已是不易 不能再有什么抱怨了 还是喜欢这样的旅行 那比坐在咖啡馆清潭 又是充实多了 到了镇民便叫 割旁废墟的地方 总算有了水和电 也有两家不坏的旅社 冷冷清清 我迫不及待地 问旅社的人 供不供热水 得到的答复 是令人失望的 山区的气候依旧湿冷 决定不洗澡 等到去了中北部的工业城 圣彼得苏拉 再找家旅馆 全身大扫除吧 这片玛雅人的废墟 是1839年被发现的 当时他们在秘密的雨林中 已被泥土和树木 掩盖了近九个世纪 据考证 那是公元后 八百年左右 玛雅人的一个城镇 直到1930年 在发现了它快一百年之后 才有英国人和美国人 组队来此挖掘 重建 整理 可惜 最最完整的石雕 而今并不在宏都拉斯的原地 而是在大英博物馆和波士顿了 虽然这么说 那一大片丛林中所遗留下来的神庙 无数时刻的脸谱 人柱 仍是壮观的 在那微雨寒冷的清晨 我坐在废墟最高的石阶顶端 拖着下巴 静静地看着脚下 古时称为球场 而今已被一片绿音铺满的旷野 幻想一群高大身躯的玛雅人 正在打美式橄榄球 口中狂笑着 满场飞奔 千古不灭的灵魂 在我专注的呼唤里复活再生 神秘安静 布满青苔的雨林里 一时鬼影闯闯 我捡了一只树枝 一面打草 一面由废墟进入丛林 经见满地青苔掩盖的散石 竟都是刻好的人脸 枕头般大的一块又一块 艳绿色的脸呢 一直走到戈旁河 才停了脚步 河水千年不停地流着 看去一时寂寞 米夏没有进入树林 在石阶上坐着 说林里有蛇 尽不知还有其他 或许更令他惊怕的东西 根本就绕着他 只是他看不见而已 当我们游戈旁到了工业城 圣彼得苏拉时 我的耐力几乎一块丧失殆尽了 路面是平滑 而大部分铺了摆油的 问题是小巴士车垫的弹簧 一支支破垫而冲 坐在他们上面 两个位子挤了三个人 我的身上又抱了一个 五六岁的女孩子 脚下一支花鸡扭来扭去 把她软软的身体 拼命缩着腿 这一路 两百四十多公里 结结实实地 体力考验 下车路人指了一家 近处的旅馆 没有再选就进去了 又是没有热水的 收费十几块美金 米夏捉了一支跳蚤来 说是她房间的 本想叫她快走开 她手一松 跳蚤一蹦 到我身上来了 再找不到她 自从初来洪都拉斯那日 得了一场肠炎之后 每日午后都有微烧 上唇也因发烧 而溃烂化浓了 十多日来 一直不肯收口结巴 为了怕冷水冲凉 又得一场高烧 便又忍住不洗澡 想等到次日去了北部 加勒比海边的小城 德拉再洗 仔细把脸洗干净 牙也刷了 又将头发梳梳好 辫子结得光光的 这样别人看不出我的秘密 虽然如此 怎么比都觉得 自己仍是街上最清洁的人 那一晚 放纵了自己一趟 没有要当地人的食物 去了一家中国饭店 好好吃了一顿 也是那一晚 做了一个梦 梦中 大巴士 那种叫做青鸟的干净巴士 载了我 去了一个棕榈满布的热带海滩 清洁无比的我 在沙上用枯枝 画一个人的名字 画着画着 那人从海里生出来了 我狂叫着向海内跑去 他握住了我的双手 真的感到 还是湿湿的 不像在梦中 由圣彼得苏拉 又转了两趟车 是大型的巴士 也是两个人的座位 三个人挤了座 也是载了祸 他不是梦中的青鸟 德拉到了 下车看不到海 车站的人群和小贩 也不同于山区小村的居民 他们高瘦而轻调 不戴大帽子 不起马 肤色不再是美丽的棕色 大半黑人 房子不再有瓦和泥 一幢幢英国殖民地式的 大木头房子 占满了城 过去洪杜拉斯的北部 是英国人 荷兰人 胜儿 十九世纪末期 美国水果公司以来的 黑人和文化 西班牙人去了内陆 另外的人 只是沿海扩张 一个同样的小国家 那么不同的文化 人种和风景 胜儿宗教吧 此地基督教徒也多于天主教了 那片海滩极窄 海边一家家 暗道有如电影院式的餐馆 就只放红绿色的小灯 狂叫的美国流行音乐 污染了大自然的宁静 海浪凶恶而来 天下着微雨 城里一片垃圾 脏不忍睹 可惜了那么多 并美丽的建筑 十几家大规模的担子房 比赛式地 放着震耳欲聋的噪音 唉 我快神经衰弱了 菜单那么贵 食物是粗糙的 旅馆的人当然说没有热水 这都不成问题了 只求整个的城镇 不要那么拼命吵闹 便是一切满足了 夜间的海滩上 我捡了一只 垃圾堆里的椰子壳 将它放到海里去 海浪冲了几次 椰子壳总是去了 又飘回来 酒吧里放着那首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ee 中文改成 爱你在心口难开的老歌 海潮里 星空下 恰是往事如烟 我在海边走了长长的路 心里一直在想墨西哥那位小神 想到没有释放自己的其他办法 跑进旅馆冰冷的水龙头下 将自己冲了透湿透湿 这个哀愁的国家呀 才进入你十多天 你的忧伤怎么重重地 感染到了我 回到首都德谷西加尔巴来的车程上 一直对自己说 如果去住观光大饭店 付他一次昂贵的价格 交换一两日浴缸和热水的享受 该不是羞耻的事情吧 可是 这不过是行程中的第二个国家 一开始便如此娇弱 那么以后的长城 又如何对自己交代呢 毕竟这种平民旅行的生涯 仍是有收获而值得的 经过路旁边的水果摊 葡萄要三块五毛连比拉一磅 气起来也不肯买 看中一幅好油画 画的就是山区的小泥房和居民 要价四千美金 我对着那个价钱一直笑一直笑 穷人的生活 真是那么景色如画吗 米夏看我又回到原先那家 没有热水的旅社去住 他抗议了 理由是我太自苦 我没理他 花花地打开了公用浴室的冷水 狠狠地冲洗起 这一千四百多公里的尘埃和疲倦来 旅社内关了三整日 写不出一个字 房间换了一间靠里面的 没有窗 再也找不到桌子 坐在地上 稿纸铺在床上写 撕了七八千字 一直正正地在回想那一座座鬼浴室凄凉的村庄 家屠四壁的泥屋 门上挂着一块牌子 写着神就是爱 想起来令人只是文字形容不出的心酸 可是不敢积功课 不能积功课 协作环境太差 亮度也不够 不肯搬去大旅馆住 也实在太固执 这儿三日观光饭店连三餐的消费 可能便是山区一贫如洗的居民 一年的收入了 虽说 一路分给孩子们的小钱有限 报社经费也风风足足 可是一想到那些哀愁的脸 仍是不忍在这儿做如此的浪费 窗外的孩子饿着肚子 我又何忍隔着他们 坐在大玻璃内吃牛排 当然 这是妇人之人 可是 我是一个妇人啊 最后一日 要离去洪多拉斯的那个黄昏 我坐在起而满街的广场上 轻轻地吹口琴 那把小口琴 是在一个赶集的印第安人的山谷里买的 捷克制的 算作此行的纪念吧 便在那时候 一辆青鸟巴士 缓缓地由上街开了过来 米夏喊着 快看 一只从来没有搭上的青鸟 奔上去 给你拍一张照片吧 我苦笑了一下 仍然吹着我的歌 什么青鸟 这是个青鸟不到的地方 没有看见什么青鸟呢 后继 洪多拉斯是一个景色壮丽 人民有礼 安静而有希望的国家 他们也有水准极高的工业 城镇和住宅区 这篇文字只是个人旅行的记录 只因所去的地方都是穷乡霹地 所处的亦是我所爱好最基层的大众 因此 这只代表了部分的洪多拉斯所闻所见 并不能一概而论 特此声明 中美洲的花园 这一路来 常常想起西班牙大文豪 塞万提斯笔下的 唐吉赫德和他的跟随者 桑雀的故事 吉赫德在书本中 是一位充满幻想 负正义感 好打抱不平 不向恶势力低头的高贵骑士 他游走四方 凭着一己的意志力 天天与幻想出来的敌人打斗 所谓梦幻骑士也 桑雀没有马骑 坐在一匹驴子上 饿一顿饱一餐地 紧紧跟从着他的主人 他照顾主人的一切生活起居 当主人面对妖魔时 也不逃跑 甚至参加战斗 永远不背叛 他忠心崇拜的唐吉赫德 当然 以上的所谓骑士精神 与桑雀的忠心护主 都是客气的说法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两个人 一个是疯子 另一个是痴人 此次的旅行小组的成员 也只有两个人 米夏与我 因此 难免对上面的故事人物 产生了联想 起初将自己派来 演吉赫德 将米夏分区 扮桑雀 就这样上路了 一个半月的旅程过去了 赫然惊觉 故事人物身份一味 原来 做桑雀的 竟是自己 米夏与闻不通 做桑雀的我 必须助他处理 不能使主人挨饿受冻 三次酒吧中 有什么纠缠 尚得想法赶人走开 小事不可惊动主人 在这场戏剧中 米夏才是主人吉赫德 只是他不打斗 性情和顺 我只要一想到自己的身份 沿途便是笑个不休 当我深夜里 在哥斯达黎家的机场 向人要钱打公用电话时 米夏坐在行李旁边 悠然看杂志 生平第一次 伸手向人乞讨 只因飞机抵达时 夜已深了 兑换钱币的地方 已经关门 身上只有旅行支票 和大额的美金线钞 不得已开口讨零钱 意外地得到一枚铜板 心中非常快乐 洪都拉斯已经过去了 住在哥国首都 圣河西有热水的旅社里 饭局恍如梦中 在洪国时奔波泰利 走端一双凉鞋 走出脚上的水泡和紫鞋 而心中压着的 那份属于洪都拉斯的叹息 却不因为换了国家而消失 写稿吧 练练笔吧 如果懒散休息 那么旅行终了时 功课基成山高 便是后悔不及了 一个月来 第一次跟米夏做了工作上的检讨 请他由现在开始 无论是找旅馆 机票签证 或买胶卷 换钱 搭车 看书 游览 都当慢慢接手分担 不可全由我来安排 他的日常西语 也当要加紧念书了 说完这些话 强迫米夏独自进城办事 自己安静下来 对着稿纸 专心写起沿途的生活记录来 这一闭关 除了吃饭出去外 并除万年 什么地方都不去 工作告一段落时 已是在哥斯达黎家整整一周了 七日中 语文不通的米夏如何在生活 全部干我的事情 据说圣和西的女孩子 是世界上最美的 米夏却没有什么有意上的收获 只有一次 被个女疯子穷追不舍 逃回旅馆来求救 被我骂了一顿 不去追美女 反被疯子下 下了不知开拓 又给疯子知道了住的地方 不是太老实了吗 中美洲的花园 格斯达黎家 号称中美洲的瑞士 首都圣和西的城中心 虽然不能算太繁华 可是市场物资丰富 街道比起红国来 另是一番水准 便是街上走的人吧 气质便又不同了 这个西林尼加拉瓜 东街巴拿马 面积五万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和平小国 至今的人口 方才两百万人左右 这儿的教师 多余军队 是个有趣的比例 1948年时 格斯达黎家宣布中立 除了一种所谓国家民防队的组织 维持国内秩序之外 他们没有军防 据说当西班牙人在16世纪 进占这片土地的时候 当地的印第安人 因为欧洲带过来的传染病 绝大多数都已死亡 因此混血不多 是一个白人成分极高的国家 东部加勒比海边的里蒙海港地区 因为19世纪末期 美国联合水果公司 引进了大批亚买加的黑人 来种植香蕉 因此留下了黑人劳工的后裔 战术却是不多 格斯达黎加在1805年 由古巴引进了咖啡 政府免费工地 鼓励咖啡的种植 四十年后 他的咖啡已经供应海外市场 又四十年以后 国内铁路贯穿了加勒比海 与太平洋的两个海港 咖啡的外销 至今成了世上 几个大量出口国之一 在建筑哥国的铁路时 来自中国的苦力 因为黄热病 急坏的待遇和辛苦的工作 死掉了四千人 那是1890年 那条由盛河溪通到 里蒙港的铁路 我至今没有想去一世 一节一节铁轨被压过的 是我们中国人付出的血泪和生命 当年的中国劳工 好似永远是苦难的象征 想起它们 我心里总是充满了流泪的冲动 哥斯达黎加 时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在这儿 因为不曾计划 深入全国去旅行 因此 便算它是一个休息站 没有跑远 去了两个 距首都圣河溪不远的小城 和一座火山 沿途一撞撞美丽 清洁的独院小平房 在碧绿的山坡上 依然安静地淋漓着 看上去 如同卡通片里 那些不很实在的乐园 美得如梦 这儿不是宏都拉斯 打造的大巴士车厢 一样叫青鸟 而我很容易就上了一辆 中美洲躲着的幸福之鸟 原来在这儿啊 中国的农夫 在歌国 好友的妹妹陈碧瑶 和她的先生徐墨 已经来了好几年了 离开台北时 女友细心 将妹夫公司的地址 和家众的电话 全都写给了我 菱形再三叮咛 到了歌国 一定要去找这一家亲戚 只因我的性情 很怕见生人 同时又担心 家众别人的负担 又为了自己拼命写稿 到了盛河西一周之后 徐墨夫妇家的电话 仍是没有挂过去 其实自己心里也相当矛盾 徐墨是中信大学学农的 进过农技队 而今不但是此地一家 美国农技公司的 大豆推广专家 同时也与好友 合作经营自己的农场 她当时一个 与自己本性 十分相近的人才是 碧瑶是好友的亲妹妹 十几年前 她上市个小娃娃时 便见过的 当然应该败亡 眼看再过三日 便要离死去巴拿马了 偏是情窃 不太肯去麻烦别人 只怕人家殷勤招待 那便令我不安了 电话终于打了 乐乐地自我介绍 那边徐墨就叫起我三毛来 说是姐姐早来信了 接着碧瑶也在喊 要我过去吃晚饭 巧是他们农场大卖丰收 当天请了许多朋友 中国人外国人都有 定要一同去吃饭 晚上徐墨开车亲自来接 连米夏都强邀了一起去 这份情意叫人怎么拒绝 徐墨及碧瑶的家 如果在台北 是千万富翁 才住得起的花园小平房 他们却说 是各国最普通的住宅 我仍有一些失望 只因徐家不住在农场里 其实孩子上学的家庭 住在偏远的农场上 是不方便的 徐家两个可爱的孩子 五岁的小文是双生代 家中讲中文 学校讲西文 可是他的儿童话中的人脸 都是哥斯达黎家味道的 那个夜晚 遇见了在此定居的中国同胞 其中当然有徐墨农场的 合伙好友们 这些农夫谈吐迷人 修辞深刻切合 一个个有理想有抱负 对自己的那块土地 充满着热爱和希望 他们称自己的农场是小农场 我听听那面积 大约自己走不完那片地 就要历劫 如果不是为了社交礼貌 我可能一个晚上的时间 都会在追问农场经营的话题上打转 毕竟对人生的追求 在历尽了沧桑之后 还有一份拿不去的情感 那份对于土地的狂爱 我梦中的相思农场啊 谁喜欢做一个永远漂泊的旅人呢 如果手里有一天 捏着属于自己的泥土 看见清河在晴空下微风里缓缓生长 算计着一年的收获 那份踏实的心情 对我便是余生最好的答案了 徐墨和碧瑶怪我太晚通知 来不及去看他们的农场和乡下 最后徐墨又问我 能不能多留几日 与米夏一同下乡去 我不敢改变形成 只怕这一下乡 终生的命运又要做一次更大的变动 而现实和理想必然是有距离的 更怕自己孤注一掷 硬是从头学起 认真辛苦地去认识土地 将自己交付给他 从此做一个农妇 徐墨在宋米夏和我回旅社时 谈起他的孩子 他说 希望将来他也学农 听了这话 我心里深受感动 他个人对土地 对农夫生活的挚爱 在这一句平凡的话里面 表露得清清楚楚 我们这一代的移民 是不同的了 各国地广人心 局势安定 气候温和 人民友善真诚 学农的中国青年 在台湾 可能因为土地有限而昂贵 难以发展 在这儿 如果不怕前十年经营的艰苦 时是可以一世的地方 带着刻苦耐劳 不怕吃苦的中国人性格 哥斯达黎家 会是一片乐土 上面这番话 包括了作者 十分主观的情感和性向 事实上 移民的辛酸和价值 见仁见智 每一个人的机遇 又当然是不同了 光是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和前程 能否成功 操在自己手中的那份决心 事实上 只有一半的沉默和希望 毕竟大自然也有它的定律 在左右着 人的命运呢 另一种移民 圣和西是一个不满三十万人口的首都 满街中国餐厅 几步便是一个 去了几家 营业都不算太兴旺 价格却是不公平的低廉 想来此地餐馆 竞争人烈 价高了 便更不能赚钱 去了一家中国饭店 认识了翁先生 都是宁波人 谈起来分外亲切 那晚 没有照菜单上的菜吃 翁先生 特别要了 清蒸鱼 给我尝 这份同胞的情感 没有法子回报 也只有中国人对中国人 不会肯在食物上 委屈对方 毕竟 我们是一个 美食文化的民族 翁先生来了 哥斯达黎家五年 娶了此地的女子为妻 白手成家 年纪却比米夏 大不了两三岁 能干的青年 中文程度在谈吐中 便见端倪 在见识上 意识广博 分析侨情 十分重肯 爱家爱国 没有忘记自己的来处 在异乡又创出 一番天地 想想他的年纪 这时事不容易 所以我又说 这一代的移民 我们华人移民 在哥斯达黎家 是表现杰出的 我想再来 与徐默和碧瑶 相见恨晚 他们可爱的大孩子 小文 赚去了我的心 另一个因为太小 比较无法沟通 碧瑶说的一口西班牙文 初来歌国时 住在没有水电的农场上 那种苦日子 一样承受了下来 而今香夫娇子 过得宜然本分 说起农场和将来 亦是深爱他自己选择的人生 这一点便是敬他 三日相聚 倒有两日 是必要煮菜包饺子 给米夏与我吃 徐家的朋友们 各个有爱 更可贵的是 彼此谈得来 性相相近 都是淡泊的人 本是没有什么 离情的异乡 因为每一个人的友谊 使我一再想回 哥斯达里家 异乡人 在我的旅程中 歌国是来休息的一站 便真的放松了自己 有时就坐在公园内看人 一个卖爆米花的 潦倒中年人 钱了一个大袋子 就在公园里 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兜 我默默地看他跑了三四圈 竟没有一笔小生意成交 最后 他坐到我身边的长椅子上来 头低垂着 也不去卖了 你怎么不卖给我呢 我笑着问他 他吃了一惊 抬起头来 马上打开了袋子 拿出指口袋来 问我要几块钱一包的 我不忙接米花 问他今日卖了多少 他突然眼睛湿湿地 说生意不好做 原来是古巴出来的难民 太太太孩子都留在那儿 只等他在异乡有了发展 去接他们 去接他们 卖了几个月的爆米花 自己都三餐不济 只想等到签证去美国 可是美国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担保 有些早来的古巴人 在这里已经等了三年了 而我 我静静地听着他 看他擦泪又擦泪 那流不甘的眼泪里 包含了多少无奈 心酸和香愁 这包米花送给您 在这个异乡 从来没有人跟我 讲讲心理的话 说出来也好过些了 请您收下吧 他交给我一个小包包 站起来慢慢地走开去了 我摸摸口袋里的钱 还有剩的一打 忍不住去追他 塞在他的衣服口袋里 不说一句话就跑 后面那个人一直追喊 叫着 太太 太太 请您回来 自己做的事情 使我羞耻 因为数目不多 同情别人 也要当当心心去做 才不伤人 可是金钱 还是最现实的东西 第一日抵达哥国时 别人也舍给我过一枚铜板 那么便回报在 同样的一个异乡人身上吧 我是见不得男人流泪的 他们的泪与女人不同 离去 只因圣河西是一个在十八世纪末叶方才建造的城市 它却是一个居住的好地方 但是在建筑和情调上 便缺少了只有时间才能刻画出来的那份古意盎然 这儿没有印第安人 亦是不能吸引我的理由之一 哥国太文明了 走断了一双鞋 在此又买了一双新的 预备走更长的路 离去时 坐在徐墨的吉普车上 看着晴空如洗的蓝天和绿色的原野 一路想着农场的兴事 我会为着另一个理由 再回这儿来吗 上机之前 要米夏给徐墨拍照 这些中国好青年 在海外的成就和光荣 是不应该忘记的 美妮表妹 巴拿马既行 又是陌生的一站了 机场大旅馆的价格 令人看了心惊肉跳 想来小旅馆也不可能便宜 这儿是巴拿马 美国水准美食风格 用的钞票也干脆是美金 他们自己只有铜板 纸钞是没有的 倒也干脆 旅途中经费充足 除了洪都拉斯超出预算之外 其他国家都能应付有余 可是住进巴拿马一家中级旅社时 却使人因为他的昂贵而忧心了 抵达的那个夜晚 安置好行李 便于米夏拿了地图 去老城中心乱走 只想换一家经济些的安身 找到一家二十多块美金一间的 地区脏乱不堪 恶行恶壮的男女出出尽尽 他偏叫做理想旅社 门口的醉汉们也罢了 起码躺在地上不动 那些不醉的就不太好了 即使米夏在我身旁 还是不妨被人抓了一把 我停住了步子 骂了那群人一句粗话 其实他们也实在没有什么认真的恶意 却将米夏吓得先跑了几步才回头 那样的地区是住不得的了 二姨的女儿再次已有多年了 虽然想念 却又是担心惊动他们一家 住了一夜 迟迟疑疑 不知是不是走的那日 再打电话见见面 这样他们便无法招待了 虽说如此 才有四日停留 巴纳玛不预备写什么 而亲情总是缠心 忍不住拨了电话 再说 这个妹夫我也是喜欢的 只说了一声 美妮 那边电话里的表妹 就发狂地喊了起来 萍萍姐姐 那声惨叫 也许是她平日的语气 可是 还是害我突然耿住了 表妹十年远嫁 她的娘家亲人 还算我是第一个来巴纳玛 过了一会儿 表妹夫也打电话来了 惊天动地地 则我不叫人接津 又怪不预先通知 再问我身体好不好 又说 马上下班 与表妹一同来 接了家去 这份亲情 因为她们如此亲密地认同 使我方才发觉 原来自己 一路孤单 虽然不喜欢劳师动众 可是眼见表妹全家 因为我的抵达 而当一回大事 也只有心存感激地 接受了她们的安排和招待 在旅馆楼下 等着表妹与妹夫来接时 我仍是紧张 米夏说好是不叫去的 她坐在一边陪我 妹夫外表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比以前成熟了 表妹相逢几乎不时 十年茫茫 那个留着长发 文静不语的女孩 成了一个短发 微胖戴眼镜的妇人 表妹拉着我的手腕 便往外走 当然米夏也被强拉上车了 不要米夏去 我们自己人有话讲 她才不方便 我抗议着 表妹倒是实际 有什么话要讲 吃饭要紧 先给你们好好吃一顿 再做道理 十年前表妹二十岁 妹夫也不过二十四五 两个不通西班牙文的大孩子 远奔巴拿马 在此经商 做起钟表批发买卖 而今也是一帆天地了 表妹与我 仍说上海话 偶尔夹着宁波土话 一点不变 变了的是 她已经颤杂了 拉丁美洲文化的性情 开放 坦率 西班牙文流利之外 还夹着泼辣辣的语调 是十年一厢艰苦的环境 造就了一个坚强的妇人 她不再文弱 甚而有些强悍 用餐的时候 我无意间讲起表妹祖母 在上海过世的消息 本以为她早就知道的 没想台北阿姨瞒着她 这一说 她啪一下打了丈夫一掌 惊叫起来 德昆 德昆 我祖母死了 死掉了 说着说着便要哭出来了 眼看要大哭了 一转念 她自说自话 找了一番安抚的理由 偏又是好了起来 初次见面 在餐厅里 居然给了表妹 这么一个消息 我自己内疚了好几日 谁晓得她不知道呢 你前两年伤心死了吧 表妹问我 给我加了一堆菜 我吗 我苦笑着 心里一片空空忙忙 要是表姐夫还活着 我们家 起码有我 跟她讲讲西班牙文 表妹又说 我突然非常欣赏 这个全新的表妹 她说话带人 全是直着来的 绝不拐弯抹角 也不客套 也不特别安慰人 那份真诚 使她的个性突出 美丽 而且实在 只有四日停留 不肯搬去表妹家 只为着 每日去会和米夏 又得增加 妹夫的麻烦 虽然这么样 表妹夫仍然停了上班 自由区的公司也不去了 带着米夏与我 四处观光 换钱 弄下一站的机票 吃饭的 和一切的一切 都被她们包办了 在巴拿马 我们没有机会 坐公共汽车 名为表姐 在生活起居上 却被表妹全家 甚而他们的朋友们 照顾得周周密密 在这儿 同胞的情感 又如哥斯达黎家一般的 使人感动 农技团苏团长一家人 过来表妹处探望我 一再恳请 去他们家用餐 妹夫不好意思 我也坚持 不肯麻烦苏妈妈 结果第二日 住外机构的 陈武官夫妇 中国银行的 向家 苏家 彭先生 宋先生 加上表妹自己 喝起来 做了满满一席的酒菜 理由是 请远到来的表姐 苏家的女孩子们 离开中国 已经好多年了 家教极好 人看中文书 是我的读者 武官太太 陈妈妈 也是喜欢看书的 看见别人 如此喜爱三毛 我心里十分茫然 为什么自己 却不看中他呢 难道三毛 不是部分的自己吗 巴拿马本是 哥伦比亚的一部分 当年他的独立 当然与美国的支持 有着很大的关系 运河与自由贸易区 繁荣了这个国家 世界各地的银行 都来此地 吸取资金 市区 向极了美国的大城 街上的汽车 也是美国制造的 占大多数 英文是小学生 就开始必读的语言 虽然美国 已将运河 交还给巴拿马政府了 可是美军 在此驻扎的 仍有三万人 妹夫与表妹 各人开的 都是美国大车 度假便去卖阿密 免不了的美国文化 可是在家中 他们仍是 实实在在的中国人 生意上 各国顾客都有 而平日呼朋饮伴的杜周末 仍旧只与中国朋友亲密 在表妹可以看见 海景的高楼里 妹夫对我干干脆脆地说 什么外国 在家里讲中国话 吃中国菜 周末早晨交给孩子们 带去公园玩玩 下午打打小牌 听听音乐 外面的世界 根本不要去看他 不是跟在中国一样 我听了笑起来 喜欢他那份率真和不做作 他根本明白讲出来 他不认外国人 只赚他们的钱而已 这是他的自由 我没有什么话说 这又是另一种 中国移民的形态了 要是有一日 巴拿马的经济不再繁荣 大约也难不倒表妹夫 太太孩子一带 再去个国家打市场 又是一番星天星地 中国人是一个奇怪 而强韧的民族 这一点是再再不同于 其他人种的 随便他们何处去 中国的根 是不容易放弃的 表妹来巴拿马时 根本是个不解释的孩子 当年住在哥龙市 接近公司设置的自由区 在那治安极坏的地区 一住五年 等到经济环境安定了 才搬到巴拿马市区来 回忆齐哥龙的日子 他笑说那是苦龙 两渡街上被暴徒抢皮家 他都又硬夺了回来 被抢当时表现得勇敢 回家方才吓得大哭不休 这个中国女孩子 经过长长的十年之后 而今是成熟了 我看着表妹的三个 伶俐可爱的孩子 和她相依为命的丈夫 还有她的一群好中国朋友 心中非常感动 毕竟这十年的海外生活 是一份生活的教育 也是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 表妹与表妹府 深深地迷惑了米夏 她一再地说 这两个人的个性美 虽然表妹府的西班牙文 不肯文邹邹 粗话偶尔也划出来 可是听了只觉那是一种语料 她自己的真性情 更在里面发挥得淋漓 奇怪的是 这些在家中只讲中文的人 西班牙文却是出奇的流利 在巴拿马的最后一日 曾官员夫妇 与台湾通讯社的刘先生夫妇 也来了表妹府家中 曾官员夫妇 是十多年前 在西班牙 做学生时便认识的 只因自己最怕麻烦他人 不敢贸然败忘 结果却在表妹家碰到 聆听驻外官员 亲切的一番谈话 使我对巴拿马又多了一份了解 只因这一战是家族团聚 巴拿马的历史和地理 也便掠过了 三天的时间飞快地度过 表妹和他们朋友 对待我的亲切殷勤 使我又一次 欠下了同胞的深情 临去的那一个下午 表妹仍然赶着包馄饨 一定要吃饱了才给上路 她的那份诚心 一再在实际的生活饮食里 交付给了我 行李中 表妹硬塞了中国的点心 说是怕我深夜到了哥伦比亚 没有东西吃 妹夫再三叮咛你下 请她好好做我的保镖 朋友们一趟又一趟地 赶来表妹夫家中与我见面 可说没有一日不碰到的 机场排队的人多 妹夫反应极快 半时利落 她又一切都包办了 表妹抱着小婴儿 托着另外两个较大的孩子 加上相家夫妇 和他们的小女儿 彭先生 英先生 一大群人在等着与我们惜别 进了检查室 我挥完了手 这才一昂头将眼泪倒咽回去 下一站没有中国人了 再不动的同胞爱 留在我心深处 永远归还不了 巴拿马 因为这些中国人 使我灵形流泪 这沉重的角踪 竟都是爱的附和 一个不按牌里出牌的地方 哥伦比亚记形之一 这一路来 随行的地图 资料和书籍越来越重 杂物多 所办也累人 巴拿马那一站 终于做了一次清理 部分衣物 既存表妹 纸张那些东西 既然已经印在脑子里 干脆就丢掉了 随身带着的四本参考书 澳洲及英国出版的 写的周全 另外两本美国出版的 观点偏见傲慢 而且书中指引的总是 参加当地旅行团 便算了事 于是将他们 也留在垃圾桶中了 说起哥伦比亚 这个国家史 参考书中 除了详尽的历史地理 和风土人情介绍之外 竟然直截了当地 换它强盗国家 利论如此客观 而公平的书籍 胆敢如此严厉地 称呼这个 占地一百多万 平方公里的国家 总使人有些惊异 他们突然地粗暴 书中在在地警告旅行者 这是一个 每日都有抢劫 暴行和危险的地方 无论白昼夜间 城内城外 都不能掉以轻心 更不可以将这种情况 当作只是书中编者的夸张 巴拿马台湾农集团的苏团长 来次访问时 也遭到被抢的事情 可怕的是 抢劫完苏团长的暴徒 是昂然扬长而去 并不是狂奔逃走的 米夏在听了书中的警告 和苏团长的经历之后 一再地问我是不是放弃这一战 而我觉得 虽然冒着被抢的危险 仍是要来的 只是地区太差的旅设 便不住了 离开台湾时 随身挂着的链条 和刻着我名字的一只戒指 都交给了母亲 自己手上一只简单的婚戒 脱脱带带 总也舍不得留下来 几番周折 还是带着走了那么多路 飞机抵达伯格达的时候 拖下了八年零三个月 没有离开手指的那一个小圈 将它藏在贴胸的口袋里 手指空了 那份不惯 在心里上便也恍恍然地哀伤起来 夜深了 不该在机场坐计程车 可是因为首都伯格达地势太高 海拔两千六百四十公尺的高度 使我的心脏立即不适 针尖般的刺痛 在领行李时便开始了 没敢再累 讲好价格上的车 只名一家中级旅馆 只因他们有保险箱 可以寄存旅行支票和护照 到了旅馆 司机硬是多要七元美金 他说我西班牙话不灵光 听错了价格 没有跟他理论 因为身体不舒服 这是哥伦比亚给我的第一印象 住了两日旅社 第三日布告栏上写着小小的通告 说是房价上涨 一涨便是二十七元美金 于是一人一日的住宿费便要六十七元美金了 客气地请问柜台 这是全国性的调整还是怎么了 他们回答我是私自长的 他们可以长 我也可以离开 搬旅馆的时候天寒地冻下着微雨 不得已又坐了极短路的计程车 因为冬衣都留在巴拿马了 司机没有将马表搬下 到了目的地才发现 他要的价格绝对不合理 我因出到高原身体一直不适 争吵不动 米下的西班牙文只够到早安和微笑 于是又被迫做了一次妥协 别的国家没有那么齐声的 新搬的那家旅馆 上个月曾被暴徒抢劫 打死了一个房间内的太太 至今没有破案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倒是门禁森严了 出来首都伯格达的前几日 看见街上每一个人 紧紧抱着他们皮包的样子 真是惊骇 生活在这么巨大的 随时被抢的压力下 长久下去总是要精神衰弱的 米下一来此地 先是自己吓自己 睡觉房间锁了不说 上用椅子抵着门 每次换它 总是问了又问才开 便因如此 偏是不与它一起行动 它需要的是个人的经历和心得 不能老是只跟在我身边拿东西 听我解释每一种建筑的形式和年代 便是吃饭吧 也常常请它自己去吃了 个人是喜欢吃小摊子的 看中了一个小白饼和一条香肠 探炉上现烤的 卖食物的中年人 叫我先给它二十五披索 我说一手交钱 一手交饼 他说我拿了饼会逃走 一定要先付 给了三十披索 站着等饼和找钱 收好钱的人不再理我 开始他的叫喊 饼啊 饼啊 谁来买饼呢 我问他 怎么还不给我呢 香肠要浇了 他说 给什么 你又没有付钱呢 这时旁边的另一群摊贩 开始拼命地笑 望望我又看着别的方向 笑得发颤 我这时方知又被人欺负了 起初尚与这个小贩争了几句 眼看没有法子赢他 便也不争了 只对他说 您收了钱没有 自己是晓得的 上帝保佑您了 说完这话我走开 回头对那人笑了一笑 这时他眼睛看也不敢看我 假装东张西望的 要是照着过去的性情 无论置身在谁的地盘里 也不管是不是夜间九点多钟 自己单身一个 必然将那个小摊子打烂 那份自不量力 而今是不会了 深秋高原的气候 常年如此 微凉中加着一份 风吹过的怅然和诗意 只因这个首都位置太高 心脏较弱的人便比较不舒服了 拿开伯格达一些小小的 不诚实的例子不说 他仍是一路旅行过来 最堂皇而气派的都市 殖民时代的大建筑 辉煌着几个世纪的光荣 虽说这已是一生中 第一百多个参观过的博物馆 也是此行中 南美洲的第十二个博物馆了 可是 只因他自己说 是世上唯一的 忍不住又去了 哥伦比亚的黄金博物馆中 收藏了将近一万几千多件 纯金的艺术品 制造它们的工具 在那个时代 却是最最简陋的石块和木条 金式的精美和细腻 在灯光和深色绒布的衬托下 发出的光芒 近乎神秘 特别注意的是一群群 金色打造的小人 有若鼻烟壶那么样的尺寸 它们的模样 在我的眼中看来 每一个都像外太空来的 假想的人 这些金人尖上绕着电线 身后背着好似翅膀的东西 两耳边胖胖的 有若用着耳机 有些头顶上 干脆顶了一只天线般的针尖 完全科学造型 看见这些造型 我一直在细想 是不是当年这片土地上的居民 的确看过这样长相和装扮的人 才仿着做出它们的形象来呢 这样的联想 使我立即又想到朋友 沈君山教授 如果他在身边 一定又是一场有趣的话题了 博物馆最高的一层楼 等于是一个大保险箱 警卫在里面 警卫在外面 参观的人群被关进 比手肘还厚的大铁门内去 在那个大铁柜的房间里 极轻极微 耗脚般的音乐 低沉 缓慢 又悠长地传过来 全是没有灯光 只有专照着一座堆积 如黄金小山的聚光灯 静静地向你交代一份 无言的真理 黄金是唯一的光荣 美丽和幸福 放出那层严密保护着 精气的房间 再见天日时 刚刚的一幕宝藏之梦 与窗外的人群 再也连不上关系 下楼时 一位美国太太 不断叹息着问我 难道你不想拥有他们吗 哪怕是一部分也好 天哪 哎 天哪 其实 他们是谁的 又有什么不同 生命消逝 黄金永存 这些生外之物 能够有幸欣赏 就是福气了 真的拥有了它 那才叫麻烦呢 在中南美洲旅行 好似永远也逃不掉 大教堂 美国烤金 意大利馅饼 和中国饭店 这几样东西 对于大小教堂 虽说可以不看 完全意志自由 可是真的不进去 心中又有些觉得 自己太过麻木 与懒散 总是免不了 去绕一圈 印证一下 自己念过的建筑史 算作复习大学功课 至于另外三种 石的文化 在伯格达这一战时 已经完全拒绝了 尤其是无孔不入的烤鸡 汉堡和麦克唐纳 那个国家的食物和文化 是很难接受的 至于中国饭店 他们做的不能算中国菜 在这儿 常常在看完了 华丽的大教堂之后 站在他的墙外小摊边 吃炸香蕉 芭蕉叶包着 有如中国粽子的米饭 和一支支烤玉米 这些食物 只能使人发胖 而没有营养 伯格达虽是一个 在高原上的城市 它的附近 仍有山峰围绕 有的山顶 竖了个大十字架 有的立了一个 耶稣的圣像 更有一座小山顶上 立着一座修道院 山下看去 是纯白色的 只想上那个 白色修道院的山顶去 它叫蒙瑟拉 无论在哪一本参考书 甚至哥伦比亚 自己印的旅游手册上 都一再地告诫旅客 如果想上蒙瑟拉去 千万乘坐吊缆车 或小铁路的火车 不要爬上去 那附近是必抢的地区 城里问路时 别人也说 坐计程车 到吊缆车的入口 才下车吧 不要走路 经过那一区啊 我还是走去了 因为身上 没有给人抢的东西 到了山顶 已是海拔 三千公尺以上了 不能好好地呼吸 更找不到修道院 山下看见的 那座白色的建筑 是一个教堂 那座教堂正在修建 神坛上吊着一个 金色的十字架 神坛后面两边 有楼梯走上去 在暗暗的烛光里 一个玻璃柜中 放着有若人身一般大的 耶稣雕像 一个背着十字架 流着血汗 跪倒在地上的耶稣 表情非常逼真 在跌倒耶稣的面前 点着一地长长短短的红蜡烛 他的柜子边 放着许许多多 蜡做的小人 有些刻着人的名字 扎着红丝带 和一座人发 总觉得南美洲 将天主教 和他们早期的巫术 混在一起了 看见那些代表 个人身体的小蜡像 心中非常害怕 再一抬头 就在自己上来的 十阶两边的墙上 挂满了木质的拐杖 满满的 满满的拐杖 全是来此祈求 得了神迹疗治 从此放掉拐杖 而能行走的病人 拿来挂着做见证的 幼暗的烛光下 那些挂着的拐杖 非常可怖 墙上贴满了牌子 有名有姓 有年代的人 感恩神迹 在此留牌纪念 对于神迹 圣儿巫术 在我的观念里 都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 信心是最大的力量 就在那么狭小的圣像前 跪着一地的人 其中一位中年人 也是撑着拐杖来的 他燃了一只红烛 虫 虔诚地仰望着 跌倒在地的耶稣像 眼角渗出泪来 那是个感应极强的地方 敏感的我 觉得明显的灵犀 就在空气里充满着 我被四周的气氛 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自己一无所求 而心中却好似有着 莫大的委屈似的 像在耶稣面前痛哭 出了教堂 整个伯格达城市 便在脚下 景色辽阔而安静 我的喉咙 却因响到朋友 张拓吾和姓林子 而耿住了 他们行走都不方便 我又回教堂里面去坐着 专心地仰望着圣像 没有向他说一句话 他当知道 我心中 窃窃祈求的几个名字 也代求了欧阳子 不知圣灵在此 除了治疗不能行走的人之外 是不是也治眼睛 走出圣堂的时候 我自己的右腿 不知为何突然抽起筋来 疼痛不能行走 拖了几步 实在剧痛 便坐了下来 在使人行走的神迹教堂里 我却没有理由地搏了 那时 我向神一直在心里抗议 问他又问他 你怎么反而扭了我的腿呢 如果这能使我的朋友们得到治疗 那么就换好了 他不回答我 而腿好了 带求了五个小时自嫁给朋友 不知带回台湾时 成心求来的象征 朋友们肯不肯挂呢 虽说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抢 可是走在伯格达的街上 那份随时被抢的压迫感 却是不能否认地存在着 每天看见街上的警察 就在路人里挑 将挑出来的人面对着墙 叫他们双手举着 搜查人的身体 有些就被关上警车了 在这儿 我又觉得警察抓人时太粗暴了 米夏在伯格达一直没有用相机 偶尔一次带了相机出去 我便有些担心了 那一日 我坐在城市广场里晒太阳 同时再缝一件脱了线的衣服 米夏单独去旧区走走 说好四小时后回公园来会合 一直等到夜间 我已回旅馆去了 米夏仍未回来 我想定是被抢了相机 那个下午 米夏两度被警察抓去搜身 关上警车送回局内 第一回 莫名其妙地放了 才走了几条街 不同的警察又在搜人 米夏只带了护照影印本 不承认是证件 便又请入局一趟 再放回来时已是夜间了 这种经历对米夏也没有什么不好 他回来时英雄似的得意 这个城市不按牌里出牌 以后看见警察 我一躲得老远 离开伯格达的前两日 坐公车去附近的小城 参观了另一个盐矿中挖出来的洞穴教堂 只因心脏一直不大舒服 洞中空气不洁 坐了一会儿便出来了 没有什么心得 哥伦比亚的出境机场税 是三十块美金一个人 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与它相比 记录伯格达生活点滴的现在 我已在厄瓜多尔一个安迪斯山区中的小城住了下来 飞机场领出哥伦比亚来的行李时 每一只包包都已打开 衣物乱翻 锁着的皮箱被刀割开大口 零碎东西失踪 都是伯格达机场的工作人员 留给我的临别纪念 那是哥伦比亚 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药师的孙女 前世 厄瓜多尔寄行之一 那时候 星湖的故事 在这安迪斯山脉的高原上 已经很少被传说了 每天清晨 当我赤足穿过云雾 走向那片如镜般平静的大湖 去积水的时候 还是会想起那段 爱人的往事 许多许多年前 这片土地并不属于印加帝国的一部分 自古以来 便是自称加纳基族的我们 因为拒绝向印加政府赋税 他们强大的军队开来征服这儿 引起了一场战争 那一场战役 死了三万个族人 包括我的曾祖父在内 全都被杀了 死去的人 在印加祭司的吩咐下 给挖出了心脏 三万颗心 就那么丢弃在故乡的大湖里 原先被称为银湖的那片美丽之水 从此改了名字 我们叫它 哈瓦戈恰 就是 星湖的意思 那次的战役之后 加纳基族便归属于印加帝国了 因为我们的山区 偏向于城市寄托 于是被划分到 阿大华博国王的领地里去 那时候 印加帝国的沙巴老王 已经过世了 这庞大的帝国 被他的两个儿子所瓜分 在秘鲁古斯各城的 是另一个网 叫做华斯嘉 岁月一样地 在这片湖水边流过去 战争的寡妇们 慢慢地也死了 新的一代 被迫将收获的三分之二 交给帝国的军队和祭司 日子也因此更艰难起来 再新的一代 例如我的父母亲 已经离开了故乡 被送去替印加帝王 铸石头的大路 那条由古斯各通道 寄托的长路 铸死了许多人 而我的父母 也从此没有了消息 母亲离开的时候 我已经是个懂事 而伶俐的孩子 知道积水 喂羊 也懂得将晒干的落马粪 收集起来做燃料 她将我留给外祖父 严厉地告诫我要做一个能干的妇人 照顾外祖父老年后的生活 然后她解下了长长一串彩色的珠子 围在我的脖子上 就转身随着父亲去了 当时我哭着追了几步 因为母亲背走了亲爱的小弟弟 那一年我六岁 一个六岁的加纳基的小女孩 村子里的家庭大半的人都走了 留下的老人和小孩虽然很多 那片原先就是寂静的山区 仍然变得凌落了 外祖父是一个聪明而慈爱的人 长得不算高大 他带着我住在山坡上 对着大雪山和湖水 我们不住在村落里 虽然只是两个人的家庭 日子还是忙碌的 我们种植玉米 豆子 马铃薯 放牧落马和绵羊 收获来的田产 自己只得三分之一 其他便要缴给公共仓库去了 穷麻在我们的地上是野生的 高原的气候寒冷 麻汁的东西不够郁寒 总是动物的毛 仿出来的料子比较暖和 母亲离开之后 搓麻和仿纱的工作 便轮到我来做了 虽然我们辛勤工作 日子还是艰难 穿的衣服也只有那几件 长长的袍子一直拖到脚踝 只因我觉得已是大人了 后来不像村中另外一些 小女孩般的劈头散发 每天早晨 我挤完了水 在大石块上洗好了衣服 一定在湖边将自己的长发 用骨头梳子理好 编成一条光洁的辫子 才回来 我们洗净的衣服 总是平铺在清洁的草地上 黄昏时收回去 必有太阳和青草的气味 附在上面 那时我非常快乐 忍不住将整个的脸 埋在衣服里 在我们平静的日子里 偶尔有村里的人上来 要求外祖父快去 他去的时候 总是背着他大大的药袋 那时候必是有人病了 小时候不知外祖父是什么人 直到我一再地被人 换成药师的孙女 才知治疗病人的人 叫做药师 那和印家的大祭司又是不同 因为外祖父 不会宗教式地做法医病 可是我们也是姓神的 外祖父是一个沉默的人 他不特别教导 我有关草药的事情 有时候他去很远的地方找药 几日也不回来 家便是我一个人照管了 等我稍大一些时 自己也去高山中游荡了 我也懂得采些 普通的香叶子回来 外祖父从来没有阻止过我 小时候我没有玩伴 可是在祖父的身边 也是快活的 那些草药 在我们的观念里 是不能种植在家里田地上的 我问过外祖父 这些药 为什么除了在野地生长之外 不能种植它们呢 外祖父说 这是一份上天秘密的礼物 采到了这种药 是病家的机缘 采不到 便只有顺其自然了 十二岁的我在当时 已经非常著名了 如果祖父不在家 而村里的小羊泄了肚子 我便报了草药去给喂 至于病的如果是人 就只有轮到外祖父去了 也许我是一个没有母亲 在身边长大的女孩 村中年长的妇女 总是特别疼爱我 她们一样喊我药师的孙女 常常给我一些花头绳 和零碎的珠子 而我在采药回来的时候 也会送给女人们 香的油加粒叶子和野蜂蜜 我们的族人 是一种和平而安静的民族 世世代代 散去在这片湖水的周围 在这儿 青草丰盛 天空长蓝 空气永远稀薄而寒冷 平原的传染病上不了高地 虽然农作物在这儿 长得辛苦而贫乏 可是落马和绵羊 在这儿是欢喜的 印加帝国的政府 在收税和祭典的时候 会有他们的姓差 拿着不同颜色 和打着各样绳结的棍子 来传递我们当做的事 和当脚的税 我们也总是顺服 每当印加人来的时候 新湖的故事 才会被老的一辈族人 再说一遍 那时 去湖边挤水的村中女孩 总是要怕上好一阵 外祖父和我 很少在夜间点灯 我们喜欢坐在 小屋门口的石阶上 看湖水和雪山 在寂静平和的黄昏里隐去 我们不说什么多余的话 印加帝国敬畏太阳 族人也崇拜它 寒冷的高原上 太阳是一切 大自然的象征和希望 当然 雨季也是必须的 一年中 我们的雨水 尝过母羊怀孕的时间 小羊及小落马出生的时候 草原正好在绿 而湖水也更阔了 我一日一日地长大 像村中每一个妇女似的 抹着玉米 烘出香甜的饼 来供养外祖父 在故乡 我是快乐而安静的 也更喜欢 接近那些草药了 有一日 我从田上回来 发掘屋里的外祖父 在嚼谷壳叶子 这是我吃了一惊 村子里的一些男人和女人 常常嚼这种东西 有些人一双都在吃 使得他们嘴巴里面 都凹了一块下去 这种叶子 吃了能够使人活泼而兴奋 是不好的草药 外祖父见到了我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表情 他淡淡地说 外祖父老了 只有这种叶子 帮助我的血液流畅 那时候 我才突然发觉 外祖父 是越来越弱了 没有等到再一个雨季的来临 外祖父在睡眠中 静静地死了 在他过世之前 常常去一座 远远的小屋 与族人中 一个年轻的猎人常坐 那个猎人的父母 也是去给印家人注录 就没有消息了 回来的时候 外祖父 总是已经非常累了 没有法子 与我一同 做看黄昏和夜的来临 他摸一下我的头发 滴滴地喊一声 哈娃 就去睡了 在我的时代里 没有人喊我的名字 他们一向叫我 药师的孙女 而外祖父 是直到快死了 才轻轻地喊起我来 他叫我哈娃 也就是 心的意思 母亲也叫这个名字 他是外祖父 唯一的女儿 外祖父才叫了我几次 便放下我 将我变成了孤儿 外祖父死了 我一个人住在小屋里 我们的族人 相信永远的生命 也深信转世和轮回 对于自然的死亡 我们安静地接受它 虽然一个人过的日子 黄昏更寒冷了 而我依然坐在门前 不便地看着我的故乡 那使我感到快乐 那一年 那个叫做哈娃的女孩子 已经十五岁了 外祖父死了没有多久 那个打猎的青年 上到我的山坡来 他对我说 哈娃 你外祖父 要你住到我家去 我站在玉米田里 直直地望着 这个英俊的青年 他也像外祖父似的 伸手摸了一下 我的头发 那时候 他的眼睛在阳光下 湖水野湿地温柔起来 我没有说一句话 进屋收拾了一包 清洁的衣物 捡起了外祖父的药带 拿了一串挂在墙上的绳索 交给这个猎人 于是我关上了 小屋的门 两人拖着一群 落马和绵羊 还有外祖父的一只老狗 向他的家走去 我的丈夫 其实小时候就见过了 我们的狗 几年前在山里打过架 当时他在打猎 我一个人在找草药 回家时 因为狗被咬伤了 还向外祖父告过状 外祖父听到是那个年轻人 只是慈爱而深意地 看了我一眼 微笑着不说什么 没晓得在那时候 他已经悄悄安排了我的婚姻 有了新的家之后 我成了更勤劳的女人 丈夫回来的时候 必有烤熟的玉米饼 和煮熟的野味等着她 那幢朴素的小屋里 清清洁洁 不时还拿尤加利的树叶 将房间熏得清香 我们的族人大半是沉默而害羞的 并不说什么爱情 黄昏来临时 我们一样坐在屋前 沉浸地看月亮上升 而我知道 丈夫是极疼爱我的 那时候村里的药师 已经由我来替代了 如同外祖父一个作风 治疗病家 是不能收任何报酬的 因为这份天赋来自上天 我们只是替神在做事而已 虽是已婚的妇人了 丈夫仍然给我充分的自由 让我带了狗 单独上山去摘草药 只因我的心有了惦记 总是采不够药就想回家 万一看见家中已有丈夫的身影在张望 那么就是管不住脚步地 向他飞奔而去 那时印加帝国已经到了末期 两边的国王起了内战 村里的人一直担心 战争会蔓延到这山区来 虽然我们已成了印加人 收服的一个村落 对于他们的祭司和军队 除了畏惧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认同 只希望赴了税军之后 不要再失去我们的男人 战争在北面的沙拉萨各 打了起来 那儿的人大半战死了 北部寄托的阿达博国王 赢了这场战役 华斯加王被杀死了 也在内战结束不多久 丈夫抱了一只奇怪的动物回来 他说这叫做猪 是低缘的人从白人手中买下来的 我们用马铃薯来喂这只猪 当时并不知猪有什么用处 三只落马换回了这样的一只动物 是划不来的 村里偶尔也传进来了一些 我们没有看过的种子 我可切地等待着清河的生长 不知种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农作物 有关白人的事情 便如一阵风也似的飘过去了 他们没有来 只是动物和麦子来了 平静的日子一样地过着 我由一个小女孩长成了一个妇人 我的外祖父 父亲 母亲都消失了 而我正在等待着 另一个生命的初始 作为一个药师的孙女 我当然知道生产的危险 村中许多妇人便是因此而死去的 还昏的时候 丈夫常常握住我的手 对我说 哈娃 不要怕 小孩子来的时候 我一定在你身边的 我们辛勤地收集着羊毛 日日纺织着新料子 只希望婴儿来的时候 有更多柔软而暖和的东西 包裹她 那时候 我的产期静了 丈夫不再出门 一步步离地守着我 她不再打猎 我们每餐 只有玉米饼吃了 那只猪 因为费了昂贵的代价换来的 舍不得杀她 再说 我们对她 也有了感情 一天清晨 我醒来的时候 发觉门前的大货里 煮着几条新鲜的鱼 这时我大吃一惊 叫喊起丈夫来 星湖里满是跳跃的鱼鱼 可是百年来 没有一个人敢去捉他们 毕竟那儿沉着 我们祖先的身体啊 丈夫从田上 匆匆地跑回来 我痛责她捕鱼的事情 她说 哈娃 你自己是药师的孙女 怀着孩子的妇人 只吃玉米饼是不够的 从今以后 吃鱼吧 丈夫每夜 偷偷去狐狸捉鱼的事情 慢慢地被族人发现了 他们说 我们会遭到报应 可是 我们不理会那些闲话 只因跟着丈夫相依为命 生产的事情 约好了 绝对不去请求 村中的老妇人来帮忙 他们能做得不多 万一老妇人们来了 丈夫是必定被赶出去的 没有丈夫在身边 那是不好过的 在一个寒冷的夜里 我开始疼痛 悄悄起床 煎好了草药 才寒醒沉睡的丈夫 起初两个人都有些惊慌 后来 我叫丈夫扶着 包着毯子 到门外的石阶上 去坐了一会儿 这便心静了下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 看见月光下的雪山 湖水 和故乡茫茫的草原 挣扎了三个日出与日落 那个叫做哈娃的女人 与她未出世的孩子 一同死了 在一汪油灯的旁边 跪着爱她如命的丈夫 她抱着哈娃的身体 直到已成冰冷 还不肯放下来 那是后人的日历 十六世纪初夜 一个被现今世界 统称为南美印第安人的女子 平凡的一生 哈娃离世时 十九岁 银湖之宾 今生 厄瓜多尔寄行之二 挂完了电话 我心中反倒松了口气 朋友马个不在家 留下了口讯给她的父亲 总算是联络过了 见不见面倒在其次 旅途的疲倦一日加深一日 虽然没有做什么劳苦的工作 光是每日走路的时间加起来 便很可观 那双脚也老是水泡 无论在什么时候 看见旅馆的床 碰到枕头就能睡着 万一真休息了 醒来又会自责 觉得自己太过疏懒 有时间怎么不在街上呢 打完电话时 正是炎热的午后 朦胧中合了一下眼睛 柜台上的人来叫 说是楼下有客在等着 我匆匆忙忙地跑下去 看见找不着的马个 就站在大厅里 多年不见 两人犹豫了一会儿 才向彼此跑过去 马个 我回来了 我喊了起来 回来了 什么时候来过厄瓜多尔了 他将我拉近 清了一下面颊 忘了以前跟你讲的故事了 还是坚持前生是印第安女人嘛 她有爱地又将我环抱起来 哈哈地笑着 而且不是秘鲁那边的 是你国家里的人 看我像不像 我也笑盈盈地看着她 马个双手插在长裤口袋里 静静地看了我几秒钟 也不说话 将我拉到沙发上去坐下来 还好吗 她拍拍我的脸 有些无可奈何地看着我 活着 我叹了口气 将眼光转开去 不敢看她 马个是多年的朋友了 结婚时给寄过贺卡 我失了自己的家庭时 又给写过长信 后来她由法国去了黎巴嫩 又回到自己的国家来 彼此便不联络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谁都不说话 说说在赫瓜多尔的计划吧 啊 上安迪斯高原去 跟印第安人住半个月到二十天 沿途六个大小城镇要停留 然后从首都基托 坐车下山 经过滴滴的另外两个城 再回到这儿来搭机去壁鲁 总共跑一千几百公里吧 当时我正住在 赫瓜多尔最大的海港城 瓦雅基的旅馆里 马个说 先来我们家过了节再走 啊 明天耶旦耶朗 我这种人 哪有什么节不节 谢谢你 不去了 几号上高原去 二十五号走 第一站七小时车程呢 先去哪里 里奥旁吧 我又说了 那个城附近的几个小村落的名字 马个笑着说 你的地里不比我差 前世总是来过的了 要去找一片湖水 我说 湖应该在沃达滑罗呀 弄错了没有你 我知道没有错 我知道没有错 那片湖水不看详细地图找不着 可是它必是在的 Echo 可不可以等到二十七号 我开车回首都基托去上班 你和那位同事跟我沿途玩上去 那样不必坐长途公车了 最令人为难的 就是朋友太过好意 接受别人的招待 亦是于心难安的 以我这么紧张的个性来说 其实是单独行动 比较轻松自在的 坚持谢绝了马个 她怎么说 我也是不肯改变心意 约好二十日后 两人都在寄托时在联络 便分手了 对于不认识的马个 米夏的兴趣比我还大 因为马个是社会学家 跟她谈话会有收获的 听说有便车可搭 米夏巴不得跟了同去 这两个人语言不通 如果长途旅行 尚得做他们的翻译 便是自讨苦吃了 再说 我要去的印第安人村落 仍是极封闭的地方 如果三个游客式的人 拿了照相机进去 效果便很可能是 相反的坏了 厄瓜多尔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简单地可分三个部分 东部亚马逊丛林 至今仍是莽荒原始 一种被叫做西娃洛斯布拉夫的野林人 据说仍然吹见猎头 他们不出来 别人也不进去 厄瓜多尔的政府 对于丛林内的部落 至今完全没有法子控制 便两不相设了 中部的厄瓜多尔 一路上去便是安地斯山脉 所造成的高原 两条山链 一路延伸到哥伦比亚 中间大约65公里 阔的大平原里 纯屑的印第安人村落 仍是多不胜数 他们的人口 占了600万人中的40% 高原上除了几个小城之外 60多万人口的首都基托 就建在海拔2850公尺的 北部山区里 是世界第二高的首都 南方的海岸部分 一般书中叫它做低远 那儿气候常年炎热 农产丰富 一座叫做格拉托的中型城市 更有另一个别名 中国城 许多广东来的老华侨 在那儿已经安居三代了 那儿的香蕉王 便是一位中国老先生 路瓜多尔另有几个小岛 叫做加拉巴哥斯 泡在远远的太平洋里面 可切想去的地方 在我当然是安底斯山脉 其实山区里的高原人民 自有他们的语言和族称 只是当年哥伦布航海 去找中国到了古巴 以为安底印度 便将当时美洲已住着的居民 错称为印度人 便是而今 美洲印第安人名称的由来了 车子是中午在炎热的海港开出的 进入山区的时候 天气变了 雨水倾倒而下 车厢内空气浑浊不堪 我靠着窗户 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当我被刺骨的微风冻醒时 覆盖着的安底斯 苍苍茫茫的大草原 在雨后明静如喜的黄昏里 将我整个拥抱起来 眼前的景色 该是梦中来过千百次了 那份眼熟令人有若回归 香愁般的心境啊 怎么竟是这儿 车子转了一个弯 大雪山轻袍拉索 巨兽也似的扑面而来 只因没有防备 这座在高原上 仍然拔地而起的大山 是这么突然出现的 我往后一靠 仍是吃了一惊 看见山的那一海 我的灵魂冲了出去 飞过尤加利树梢 飞过田野 飞过草原 绕着那座冷冰积雪的山峰 怎么也回不来 一时里 以为自己是车祸死了 心神才离开了身体 可是看看全车的人 都好好地坐着 回来了 我心里暗暗地叹息起来 对于这种似曾相识的感应 没有人能述说 厄瓜多尔的高地 与我并不陌生的呀 阿平 阿平 米虾一直在喊我 我无法回答他 我定定地望着那座 就似扑压在胸前的 六千多公尺高的雪山 觉着它的寒冷和熟悉 整个人完全漂浮起来 又要飞出去了 一时里 今生今世的种种历练 电影般快速地掠过 那些悲欢岁月 那些在世和去世的亲人 想起来 竟然完全没有丝毫感觉 好似再看别人的事情一般 大概死 便是这样明镜如雪般的清朗和淡漠吧 哎呀 你的指甲和嘴唇都紫了 米虾叫了起来 我缓缓地问米虾 海拔多少了 这一带 书上说超过三千两百公尺 下到里奥旁八 是两千六百五十 这时候我才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 怎么都肿起来了 呼吸也困难得很 什么灵魂出窍的感应 根本是身体不适才弄出来的幻觉 车子停在一个小站上 司机喊着 休息十分钟啊 我没有法子下车 这样的高度使人难以动弹 就在车站电线杆 那只幽暗的路灯下 两个老极乐的印第安夫妇 蹲坐在路边 女人围着深色的长裙 披了好几层彩色厚厚的尖毯 梳着粗辫子 头上不可少地戴着旧泥帽 两个人专心地蹲在那儿 用手撕一块面包吃 我注视着这些纯屑的族人 心里经不住涌出一阵认同的狂喜 他们长得多么好看呢 老妈妈呀 我已经去了一转又回来了 你怎么还蹲在这儿呢 我默默地与车边的妇人 在心里交谈起来 有关自己前世是印第安人的那份猜测 又潮水似的涌上来 这个小镇的几条街上 全是印第安人 平地人是看不到了 暮色更浓了 街上人影床床 一切如梦如幻 真是不知身在何处 方才下了里奥鹏巴的公车站 一对欧洲模样的男女 好似来接我们似的走了上来 那时我的心脏已经很不舒服了 对他们笑笑 便想走开去 并不想说什么话 他们拦住了我 一直请我们去住同一家旅馆 说是那间房间有五个床 位子不满 旅馆叫他们自己出来选人 下车的人那么多 被人选中了 也算荣幸 旅馆是出租铺位的 一个大房间 宿舍一般 非常清洁安静 那对旅客是瑞士来的 两人从基托坐车来这小城 预备看次日星期六的 印第安人大赶集 看上去正正派派的人 也不拒绝他们了 进了旅社 选了靠窗的一张铺位 将简单的小提包安置在床上 便去公用浴室刷牙了 旅行了这一串国家 行礼越来越多 可是大件的东西 必定既存在抵达后的 第一个旅社里 以后的国内游走 便是小提包就上路了 打开牙膏盖子 里面的牙膏 哗一下喷了出来 这样的情形 是突然上到高地来的 压力所造成的 非常有趣而新鲜 初上高原 不过近三千公尺吧 我已举步无力 晚饭亦不能吃 别人全都没有不适的感觉 偏使自己的心脏 细细针刺般的疼痛 又发作起来 我没有敢去小城内逛街 早早睡下了 因为睡得是大通谱 翻身都不敢 怕吵醒了同事的人 这样彻夜失眠到清晨四点多 窗外街道上 赶集的印第安人 已经喧哗地 由四面八方进城来了 离奥庞巴的星期六露天市集 真是世上仅存的几个惊喜 一般来厄瓜多尔的游客 大半往著名的北部 沃达华罗的市集跑 那儿的生意全是印第安人对白人 货品迎合一般观光客的心灵而供应 生活上的必须品便不卖了 这儿的市集 近一万个纯屑的印第安人跑了来 他们不但卖手工艺 同时也犯菜书 羊毛 家畜 布料 食物 衣服 菜种 草药 满城彩色的人 冰封活泼了这原本寂静的地方 他们自己之间的交易 比谁都要热闹兴亡 九个分开的大广场上 分门别类的货品 丰丰富富地堆着 冯衣机就在露天的地方 给人现做衣服 卖掉了绵羊的妇人 赶来买下一块衣料 缝成长裙子 正好穿回家 连绵不断的小食摊子 一只只几内亚烤乳猪 已成了印第安人节日的点缀 卖的人用手撕肉 买的人抓一堆白饭 蹲在路边就吃起来 但愿这市集永远躲在世界的一角 过他们自己的日子 游客永远不要知道的才好 印第安人的衣着和打扮 经过西班牙人三四百年的统治之后 已经创出了不同的风格 市集上的印第安男人 沉静温柔而害羞 女人们将自己打扮得就像世上最初的女人 她们爱花珠子 爱颜色 虽然喧哗笑闹 却也比较懂得算计 招揽起生意来和气又媚人 那些长裙 披肩 腰带 和印加时代只有祭司和贵族才能用上的耳环 都成了此地印第安女子必有的装饰 欧洲的泥帽本是西班牙人登陆时的打扮 而今的印第安人 无论男女都是异领 不会肯脱下来的 沃达华罗那边的族人又是一种 那儿的女人用头巾 不戴帽子 她们穿阔花边的白衬衫 虽说统称印第安人 其实个人的衣着打扮 身而貌严的宽暇 都因部落不同而有差异 细心的人观察一会儿 便也能区分了 在我眼中 印第安人是世上最美的人种 他们的装饰只因无形设计 反倒自成风格 而那些脸谱 近乎亚洲蒙古人的脸 更令我看得痴狂 高原地带的人大半生得矮小 那是大自然的成绩 这样的身材 使得血液循环得快些 呼吸也方便 起码书本上是如此结实的 看了一整天的试集 没有买下什么 这份美丽在于气氛的迷人 并不在于货品 买东西的印第安人 才是最耐看的对象 坐在街边地上吃烤猪时 偷偷地续听死地人 讲气川话 赴账时 我一学了别人的英杰 去问多少钱 那个胖胖的富人 因此大乐 便因我肯学他们的话 卖烤猪的女人 一面照顾她的猪 一面大声反复地教我 很疼爱我的样子 教了十几句 我跑去别的摊子立即现用 居然被人听懂了 他们一直笑着 友善地用眼睛悄悄瞟着我 黄昏来临之前 镇上拥挤的人潮方才散光 一座美丽的城镇顿时死寂 我爬上了城外小丘上的公园 坐在大教堂的前面 望着淡红色的云彩 在一片平原和远山上 慢慢变成割灰 呼吸着稀薄而凉如薄荷的空气 回想白日的市集和印第安人 一场繁华落尽之后 所特有的平静 充满了胸怀 再没有比坐看黄昏 更使我欢喜的事情了 次日早晨 当我抱着一件厚外套 拿着自己的牙刷出旅设时 一辆旅行车和他的主人华盛顿 还有华盛顿的太太 及一男一女的小孩 已在门外站着等了 车子是前晚在小饭店内 跟老板谈话之后去找到的 不肯只租车 说是要替人开去 那位叫做华盛顿的先生 本是推土机的机械师 星期天才肯出租车子 他的名字非常英国 我要去的一群印第安人村落 大约需要几小时的车程 在附近山区的泥沙路上打转 华盛顿说 他的家人从来没有深入过哪儿 要求一同参加 我也一口答应了 只有米夏知道 如果附近果然找到那片 在我强烈感应中 定会存在的湖水 我便留下来 住几日 几天后 次会想法子回阵 这一路来 米夏的兴趣 偏向美洲殖民时代 留下的辉煌大建筑与教堂 还有数不清的博物馆 这一切再再使他迷惑惊叹 毕竟他来自一个文化背景 上浅的国家 过去自己看的也不够 我因教堂及博物馆 看得不但饱和 以前还选了建筑史 那几场考试 不但至今难忘 而且还有遗恨 不想再往这条线上去旅行 我向往的是在厄瓜多尔 这块尚没有被游客污染的土地上 清静下这些纯屑的印第安人 与他们同样的生活几天 便是满足了 于是米夏选择了镇内的大教堂 我进入高原山区 讲好两人各自活动了 这趟坐车去村落中 米夏自然跟去的 他独自跟车回来便是了 这样开了车去山区 华盛顿尽责地找村落给我们看 那儿的印第安人 看见外人进来便一哄而散了 因为无法亲近他们 使我一路闷闷不乐 眼看回程都来了 我仍然没有看见什么 一条没有经过的泥路横在眼前 心中不知为何有些触动起来 一定要华盛顿开进去 这儿我没有来过 据说山谷内是块平原 还有一片湖水 他说 听见湖水 我反倒呆了 说不出话来 我们又开了近四十分钟的山路 那片草原和水呀 在明镜的蓝天下 神秘地出现在眼前 室外的室外 为何看了只是觉得归香 你们走 拜托 米夏 不许再拍照了 我下了车就赶他们 湖边没有车路了 远处的吹烟和人家 那么平静地四散着 没有注意到陌生人的来临 这时 华盛顿的太太才惊觉我要留下 坚决反对起来 我一个人进村 去找地方住 如果找到了 出来跟你们讲 可以放心了吧 过了四十分钟不到 我狂跑过草原 拿起了自己的外套和牙刷 还有一盒化妆纸 便催他们走了 过几天 我来接你 米夏十分惊怕的样子 依依不舍地上车了 她不敢跟我争 赢不了这场仗的 虽然她实在是不很放心 车子走了 草原上留下一个 看上去极渺小的我 在黄昏的天空下 静静地站着 在台湾的时候 曾经因为座谈会结束后的 立脆和空虚 偷偷地哭泣 而今一个人站在旷野里 反倒没有那样深的寂寞 我慢慢地往村内走去 一面走 一面回头看大湖 雾走雾撞 一片梦境 竟然成真 有时候 我也被自己的预感弄得莫名其妙 而且惧怕 它叫做吉尔 印第安七川语发音 叫做吉尔 我先是在它的田地上看动物 那儿是一匹公牛 一匹乳牛 一只驴子和一群绵羊 一站在那儿 牛羊就鸣叫起来了 吉尔出门来看 并没有看我的人 眼睛直直地盯在我脖子上挂的一块银牌 一个印第安人和一只洛马的浮雕便在牌子上 古董店内买来的小东西 他也没问我什么地方来的 走上前便说 你的牌子换什么 我想要它 他的西班牙语及零碎 拼着讲的 我说留我住几日 给我吃 我帮忙一切的家务 几天后牌子给他 再给一千个苏克烈 厄瓜多尔的钱币 他马上接受了 我就那么自然地留了下来 太简单了 完全没有困难 吉尔有一个丈夫和儿子 两间没有窗户 只有大门的砖屋 第一天晚上 他给了我一张席子 铺在干的玉米叶堆上 放了一个油灯 我要了一勺水 喝了便睡下了 隔着短木墙的板 一只咖啡色的瘦猪 乖乖地同睡着 一点也不吵 他们全家三人 睡在另一间 这些人不问我任何问题 令人觉得奇怪 这家人实在是好 能盖的东西 全部找出来给了我 在他们中间 没有害怕 只是觉得单纯而安全 第二日清晨 便听见吉尔的声音 在门外 哇哇地赶着家处 我也跟着起床了 我跟他往湖边去 仍是很长的路 湖边泥泞一片 吉尔打赤脚 我用外套内 戴着的塑胶袋 将鞋子包起来 也走到湖边 去帮他挤水 虽然这是一个村落 里面的房舍 仍是奚落四散的 因为个人都有田庄 1973年 此地的政府 有过一次土地改革 印第安人市居的土地 属于自己的了 他们不再为大农场 去做苦工 印第安人村居的日子 我尽可能地帮忙做家事 这些工作包括 放牛羊去湖边的草地上 吃草 替吉尔的儿子 接纺砂石断了的县 村附近去石柴火 下午一起晒太阳 穿玻璃珠子 吉尔有一大口袋麦片 他将牛奶和麦片 煮成稀薄的汤 另外用平底锅 做玉米饼 我们一日吃一顿 可是锅内的稀汤 却一直熬到火星 那是随便吃几次的 吉尔有一只铝坐的杯子 我也逛去别人的家里 没有人讨我 没有人特别看重我 奇怪的是 居然有人问我是哪一族的 我明明穿着平地人的牛仔裤 黄昏的时候 田里工作的男人回来了 大家一起坐在门口 看湖水与雪山 他们之间也很少说话 更没有听见他们唱歌 那片湖水叫做哈瓦哥恰 便是新湖的意思 玉米收获的季节已经过了 收获来的东西堆在我睡房的一角 里面一种全黑色的玉米 也跟那咖啡猪一样 都是没见过的东西 黑玉米不是墨粉的 吉尔用他们煮汤 汤成了深紫色 加上一些砂糖 非常好喝 这儿的田里 种着洋葱 马铃薯 和新的玉米清河 湖里的鱼 没有人捞上来吃 问他们为什么不吃鱼 吉尔也达不上来 只说向来不去捉的 湖水是香愁 月光下的那片平静之水 发着银子式的闪光 我心中便叫它银湖了 村中的人睡得早 我常常去湖边走一圈才回来 夜间的高原天寒地冻 而我的心思在这儿 简化到零 但愿永不回到世界上去 旅程便在银湖之冰 做个了断 那个叫做三毛的人 从此消失吧 别人问我叫什么 我说我叫哈娃 村中的老夫人 一样喜爱珠子 我去穿门子的时候 他们便将唯一的珠宝 拿出来放在我手中 给我看个够 我们不多说话 岁月可以这样安静 而单纯地流过去 而太阳仍旧一样升起 也就是在那儿 我看到了小亚西亚地区 游牧民族的女人 佩戴的一种花彩石 那是一种上古时代的合成品 至今不能明白 是什么东西造出来的 他们如何会流传到 南美洲的印第安人手中来 实在很难猜测 这种石头 在北非的市场上 已经极昂贵而难得了 富人们不知这种宝石的价值 一直要拿来换我那块 已经许给吉尔的银牌 不然换我的后外套 我不忍欺负这群善良的人 没有交换任何财食 只是切切地告诉他们 这种花石子是很贵很贵的宝贝 如果有一日 格林哥进了村 想买这些老东西 必不可少于四十万苏克列 不然四百头绵羊交换也可以 格林哥便是我们对白人的统称 村里的人大半贫苦无知 连印加帝国的故事 听了也是漠不关心而茫然 他们以为我是印加人 最远的话题 讲到三百里外的沙拉萨家那边 便停了 我说沙拉萨家的男男女女 只穿古怪的黑色 是因为四百年前 一场战争之后的永久丧服 他们听了只是好笑 一点也不肯相信 吉尔一直用马铃薯喂猪 我觉得可惜了 做了一次蛋薯饼给全家人吃 吉尔说好吃是好吃 可是太麻烦了 他不学 银湖的日子天长地久 好似出生便在此地度过 一切的记忆都让他随风而去 望着那片牛羊成群的草原 和高高的天空 总使我觉得自己实在是死去了 才落进这个地方来的 你把辫子打散 再替你缠一回 村中一间有着大镜子人家的男人 正在给我梳头 长长的红色布条 将辫子缠成驴尾巴似的 拖在后面 我松了头发 将头低下来 让这安静温和的朋友打扮我 那时我已在这个村落里 七天了 就在这个时候 听见细细地咔嚓一声 室内非常安静 我马上抬起了头来 那个米霞长脚跨了进房 用英文喊着 呀 一个印第安男人替你梳头 他的手中拿着相机 问也不问地又举起来要拍 我的朋友沉浸地呆站着 很局促的样子 有没有礼貌啊 你问过主人可以进来没有 我大叫起来 对不起啊 我赶紧用西班牙文跟那个人讲 米霞也不出去 自自在在地在人家屋内东张西望 又用手去碰枝布巾 我们走吧 我推了他一把 我跑去村内找每一个人道别 突然要走 别人都呆掉了 跑去找吉尔 他抱了一满怀的柴火 站在屋旁 牌子给你 还有钱 我反手自己去解链条 不要了 哈娃 不要 吉尔拼命推 他丢下了柴 急步跑回屋内去 端了一杯牛奶麦片汤出来 硬叫我喝下去 你跟哥林哥去 他直指米霞 米霞要求我与吉尔拍照 吉尔听我的 也不逃相机 坐了下来 消息传得很快 吉尔的先生和儿子 都从田上跑回来了 我抱起自己的外套 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吉尔一定拒绝那块银牌子 不说一句话就跑掉了 我塞了几张大票子 给吉尔的丈夫 硬是放在他手里 便向圆圆那辆停在湖边 入口处的旅行车跑去 我爱的族人和银湖 那片青草连天的乐园 一生只能进来一次 然后永远等待来世 今生是不再回来了 这儿是厄瓜多尔 1982年初所写的两篇故事 散文集万水千山走遍 作者三毛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